第3421章第二关,想太多了,紫阳帝子本就不如我等,这个凌晨,想要和我等争锋,还差得很远。 宇文摩摇了摇头,根本没有将凌晨放在眼里。 未必,此人才区区神王四重天的修为,就能拥有如此能耐,若让他修为提升一二,那可就真能傲视群雄了。 一众年轻王者之中,黄仙美如天仙,气质清朗,远远地望着凌晨,淡淡地说道,那是以后的事情了,这一次的试炼路和他无关,主角不可能是他。 龙不眠也摇了摇头,这场试炼的主角,都足以威震诸天,名流千古地,进入了天庭之中,那也是会受重用之人。 他天龙心欲的龙不眠定是其中之一。凌晨虽然通过了第一关试炼,可他岛并未高调,从其他人的嘴里,他终于得知了其他年轻王者的存在。 原来,前三驱才是人节云集之地,这些人,实力都十分强悍,是这星空当中,真正的天之骄子。 不过凌晨岛也并未多想,是炼路还有很长,他所求的是这是炼路的谋炼,至于和这些年轻王者比什么高低,凌晨并不是很在意。 紫阳弟子远远地望着凌晨,眼中却闪烁着一丝丝怨毒。 紫阳弟子,想不到你堂堂弟子,竟然会败给一个来自偏僻小世界的小子,这次脸真的丢大了。 就在紫阳弟子心中阴沉之时,两道人影分别走到了他的身后,语气中夹杂着一丝丝的调侃。 紫阳弟子的目光寻声望去,他看清楚这两道人影的面目,却是第九驱和第十七驱的王者。 他们和紫阳弟子一样,都是弟子之身,分别叫做玄光弟子和圣灵弟子,都是大帝的儿子,地位极其尊贵,实力出众,身为是炼路上的佼佼者。 就是,你可是将我们弟子的脸面都丢尽了,我们是真没想到,你会这么废,网友弟子之名。 正灵弟子看向紫阳弟子的眼中,充满着鄙夷和不屑。 呵呵,你们以为这小子很好对付,紫阳弟子眼神阴沉,心中当然满腹的不服,此子的实力的确很强,本弟子手段尽出,最后依旧败给了他。 不光是本弟子,你们两人也不是他的对手,只有那前三驱的龙不眠和黄仙等人,才有机会镇压住他,其他人都没有机会。 哈哈,笑话,全光弟子一脸的沈笑,你这是在为自己的无能找借口,你自己输了,便将此子抬得如此之高,不过是为了掩饰你的失败罢了。 既然你们这么断定,本弟子是在掩饰,那我们打个赌如何?紫阳弟子心中愤怒,索性眼神阴沉,盯着面前这两位弟子道,打什么赌,两位弟子望着紫阳弟子,慢悠悠地道。 就读你们两个能不能奈何得了凌晨这小子,紫阳弟子眼神冰冷地道,假如你们能够解决掉这小子,我就将我的原神话几之法传授给你们。 此话当真,两位弟子的眼中皆是放出了亮光,原神话几之法,那可是紫阳大帝的帝之秘迹,是独门的绝学,不会外传,这可是一门相当恐怖的手段,他们早就想打主意,只是苦于一直没有机会。 没想到现在,这紫阳弟子居然主动提了出来,愿意将此法传授给他们二人。 若他们两人能够得到这门紫阳大帝的独门秘迹,那必定将实力大增,在此此事连路上傲视群雄,无疑也拥有着更多的底气。 当然,紫阳弟子点了点头,我以我父亲的名誉发誓。 那好,等进入第二关,我们便发发慈悲,替你解决掉他。 全光弟子和圣灵弟子二人咧嘴一笑,仿佛紫阳弟子的原神话几支手段,已经是他们的囊中之物一般。 只有紫阳弟子本人在冷笑,这两人想的未免太简单了,或许只有等到他们和凌晨交手之后,才能知道,自己面对的究竟是一个什么样的变态对手。 一个时辰过后,第一关试炼结束,接引使出现在了众人的视野当中,当着众人的面封闭了陨神古星。 只有到了下次试炼之时,方才会继续开启。 第一关试炼,共有482人通过,恭喜你们,迈出了成功的第一步。 接引使望着众人,向大伙而恭贺,但随即他就话锋一转,道,只不过,第一关的试炼,是最简单的, 与其舒适试炼,倒不如舒适对你们的洗礼。 道圆碑之中,有着各种各样的道,那都是天庭大能所留,对于你们日后的修炼有着很大的弊益,甚至将授意终生。 接引使的话音落下,连灵晨都不由得点了点头。 的确,他在十一区中所悟之道,看似和他的道相去甚远,但却其实是在弥补他的弱项,是在完善他的道。 接下来,迎接你们的僵士试炼的第二关,这一关将会更加残酷,对你们每个人而言都需要打起十二分的精神,活到最后才算过关。 接引使的声音让每个人都震惊,这运神古兴已经是一处死生之地,将试炼者淘汰掉了近乎一半,残酷无比。 而现在,这接引使居然说,这第二关比第一关还要残酷,顿时让不少试炼者脸上变色,恐怕接下来,一场杀戮的风暴即将席卷开来,唯有拔剑向前,才能开辟出试炼之路,走向成功。 嗡,就在此时,上古的号角声响起,苍茫而幽远,召唤所有的试炼者。 众人看到,前方俨然有着一座古老的祭坛出现,坐落在那虚空之中,流动着惊人的光泽。 所有试炼者皆是脸色一沉,看来这接引使是没打算给他们太过喘息的时间了,这就要准备进入第二关试炼了。 那些强大的年轻王者倒是休息了很久,但有些人才刚刚杀出第一关,便立刻要送进第二关之中,马不停蹄。 开始第二关试炼,伴随着接引使的声音落下,那一座古老的祭坛上,也是陡然绽放出惊人的光芒。 所有走入祭坛范围内的试炼者,悉数消失不见,不知究竟被传送到了何处。 第3422章天庭俘虏,当凌晨再度回过神之时,这周边的环境已经大变,这是一片全新之地,周围的大地都是血色的,灵木遍地,灵药飘香。 这是一片净土,到处弥漫着一股莽荒波洞,到处都是天地精粹,看起来祥和宁静。 然而此地却很难见到什么生灵,凌晨来到这片奇异的世界已经半个时辰了,却已然没有见到什么竞争者。 说好的会比第一关更加残酷呢,为何连半个人影都没看到? 楚皇十分狐疑,他的手里拿着一枚金色的灵果,大口地啃食。 说不定时候未到,街银史绝不会唬人。 凌晨摇了摇头,街银史所言,必定不是空穴来风,既然说了这第二关会更残酷,那这第二关绝对会是一座炼狱之地,只是如今是暴风雨前夕,凶险还尚未到来。 寻不到一位对手,也见不到什么强大的本土生灵,凌晨和鼠黄向前探索,寻找出路。 想要通过这第二关的试炼,没有任何的诀窍,想要通过,只有杀出去,清扫一切阻碍。 没有飞鸟,没有走兽,一切看起来都很原始,这次是一座尚未开发的蟒荒蛊星,对许多人而言是一个好地方。 不像是残酷的试炼之地,不太对劲,我们可能进入到了什么特殊的地方,这试炼之所不可能如此安静。 凌晨自言自语,楚黄唯唯一争,玄机眼神凝重地道,你这么说道让人有点慌了,这里该不会是什么强大存在的领地吧? 不是没有可能,凌晨心头一跳,若真是如此,那他们可就得小心了。 就在这时候,前方忽然有着一道奇怪的声响传了过来,引起了凌晨的警觉,只见得前方一辆流光溢彩的牛车经过,非常地炫目。 让人诧异的是,这头牛不是寻常的牛,而是一头被巡浮的矿石凶兽,身上的胸威依旧不解,散发出强大的威压出来。 凌晨心中一惊,想不到此处果然有强横存在,这牛车的存在气息便十分惊人,不知究竟是何存在。 什么人,胆敢闯入本黄的居所,就在此时,牛车忽然停了下来,从牛车之内,传来了一道威严的声音。 紧接着,一股浩瀚如海洋般的气息席卷开来,神力澎湃,这是一位强大的古皇。 在本黄面前装什么大尾巴狼,蜀黄根本不管不顾,直接就冲着这牛车冲了过去,区区古皇而已,他又不是没杀过。 蜀黄发出一声大叫,周围群山崩碎,许多古药都化为飞灰,被蜀黄给吞进了嘴里,蜀黄无物不吞,眼神火热地望着那一头肥牛,竟然连这头拉车的牛兽都不放过。 大胆狂徒,看来今日饶你们不得,牛车内的主人勃然大怒,从牛车内探出了一只手出来,狠狠地拍向了蜀黄。 屈空陡然炸碎,蜀黄还来不及反应,身体就已经被那一只手掌命中,身体生生地被拍飞了出去。 凌晨露出凝重之色,这绝非一般的古黄,抬手间,竟然能够击退蜀黄,此等实力,比起寻常准备都要强悍。 他干脆地拔出了天剑,剑若惊鸿,快如闪电,一剑向前刺出,直接以神力破法。 轰,前方的大地裂开,牛车陡然炸开,一道人影从中暴掠而出,落在了一座山峰之上。 视线当中的人影,俨然是一位白袍老者,全身都是白的,就连头发,眉毛,甚至瞳孔都是清一色亮白,而且浑身上下,都散发出一股荧光,显然不是寻常的人族。 是星空一族,光明族的强者,凌晨征战星空十五载,早已不是当初的那得愣头清凌晨,对于星空一族一无所知,这光明族便是星空一族中十分强大的一支,和人族为敌,进行过数次大战。 又是人族的试炼者,人族真是太可恶,光明族的老者脸色难看,心情十分糟糕,不过他并没有继续对凌晨出手。 人族的试炼者不好招惹,他已经不是第一次遇到,若是运气不好,碰上顶级的星域添骄,只怕就算是他这位光明族古皇,也要吃不了兜着走。 理知道我们的身份,凌晨也没有急着出见,而是甚感惊讶,这一族古皇,居然知道他们的身份。 那是当然,本皇这些年,不知道见到多少批人族试炼者了,这座古星早就被封闭,被人族当作试炼场使用,除了试炼者之外,不会有人来到这里。 光明族古皇的态度十分冷漠,你这老家伙倒是知道的不少,不如带着我们二人速速找到前往第三关的入口,我们可以饶你一命,否则现在就你斩杀,将你的牛炖了吃火锅。 蜀黄煞煞有介事地道,区区一只肥蜀,好大的口气,光明族古皇连胡子都起歪了,眼神阴沉地盯着蜀黄,肥蜀,你最好对本皇客气一些,否则你休想知道如何通过这第二关试炼。 凌晨文言,眼睛立马一亮,开口问道,老前辈息怒,你是光明族的强者,为何会在我们人族的试炼场中?光明族古皇这才脸色正常了一些。 只是扫了凌晨一眼,这才不景不漫地道,我等是在和天庭的战斗中失败了,被天庭俘虏,才被丢进了这试炼场中,成为了你们人族试炼的工具人,但我们可不是人族的奴隶。 天庭俘虏,凌晨这才明白,眼中露出了一抹沉吟之色。 看来这颗试炼场古星,天庭丢下的一族俘虏战犯应该不在少数,这个光明族古皇应该还算是比较好说话的。 至少对方没有一言不合就和他们死磕,还算是理智。 不过对于光明族古皇而言,他又何尝不想灭杀凌晨这个试炼者,心中痛快一些,但实际却是他对凌晨还是有些忌惮的。 别说凌晨,光是蜀黄,就足够他吃上一中了。 如若不然,凌晨和蜀黄闯进他的领地之中,还吃掉了他不少灵果和天才地宝,他早就出手,将二人当场发格杀了。 第3423章道横碎片 那不知阁下可否告知,这一关的试炼,究竟是要干什么? 凌晨神色凝重地问道,我可以告诉你,但你们知道之后,必须立刻离开本皇的领地,并不再出现在本皇的面前。 光明祖谷黄冷冷地道,没问题,凌晨毫不犹豫地点了点头,只要你告诉我们这一关的试炼目标即可,我们立刻离开,绝不再打扰。 大本皇就告诉你们,光明祖谷黄这才点了点头,悠然说道,这一关的试炼,关键在于这座试炼场中的道痕碎片,你们要找到此处的道痕碎片,有多少找多少,越多越好。 道痕碎片,越多越好,凌晨的眼睛微微一亮,道痕,那是大帝方才能创造出来的东西,蕴含了大帝的道在里面,这第二关试炼,居然会有道痕碎片。 这道痕碎片,那对于他们这些神亡而言,可是大补之物,对日后的修炼影响极为巨大。 没错,在试炼开启之前,天庭派出大帝级别的大能,在这试炼场中投放了许多的道痕碎片。 这些道痕碎片,将是你们突破第二关试炼的关键,只不过你小子连这都不知道,说不定道痕碎片已经被别的试炼者取走了许多, 这东西拿走一个少一个,试炼场中总数有限,你可必须要抓住机会。 凌晨和属黄文言,既是十分吃惊,欲发觉的这道痕碎片的重要性。 那里面含着大帝的道,虽然对于境界不会有太过明显的提升,但是对于提升潜能和感悟的作用,却是无可取代的。 快去吧,寻找到足够的道痕碎片,当然,你也可以通过和其他人交手,抢夺他人手中的道痕碎片,这一关对你们这些人足小子至关重要,说不定日后能助你们成就大帝。 当然,并不是所有的道痕碎片,都能够为你们所用,这些道痕碎片,若是与儿等之道不相合,便无法炼化,将不会有任何作用。 不过此种情况,若是能够与其他人交换,也还是有用的。 光宁祖古皇最后厌恶地说了一句,便驾驶着牛车离开了,被困在这座古星当中,为天庭做事情,让他心中十分不满。 原来道痕碎片才是这一关试炼的关键。 凌晨私存着说道,妈的,接银时那个家伙不早点说,害我们这里浪费了许多时间,正想把那老家伙抓起来,狠狠地吊打一顿。 楚皇怒气冲冲地道,得了,赶紧去找到痕碎片吧,没想到此地会有这等逆天之物,对日后成就大地可有着巨大帮助。 凌晨的目光十分火热,眼下没有什么东西是凌晨感兴趣的,唯有大地之境,能让凌晨提得起兴趣。 走,楚皇点了点头,和凌晨一同掠向了古星深处。 此时,那牛车之中的光明祖古皇,将牛车的帘幕掀开,望着凌晨和鼠皇消失的方向,旋即摇了摇头,这个只有区区神王四重天境界的小子,似乎有些不凡之处,说不定能够成为这届试炼的佼佼者。 还有旁边那只肥鼠,也不是寻常鼠类神兽,老夫没有和他们动手,或许是明智之举。 光明祖古皇南南自语地道,凌晨和鼠皇二人,此时已是动身前往了古星深处,寻找那道横碎片的下落。 此地虽然浩瀚,但却也是失恋场的核心地狱,这里的人影变得多了起来,有许多的失恋者进入了此地,但是这里同样有着许多的异族。 他们如纳光明祖古皇一般,都是被流放到此地的天庭俘虏,但是实力却相当不弱。 他们当中的不少人,已经和这些异族的俘虏厮杀在了一起。 这其中,有星灵族、始魔族、暗灵族、智蟹族、众多异族强者,他们皆身为天庭俘虏,法宝飞舞、盗气闪烁,进行着异常场大战,许多强大的生灵在此厮杀。 凌晨发现了一处暗含大道之地,但是在抵达之时,却发现这里和其他地方一样,有着异族强者镇守。 这是一位始魔族的古皇,被流放在了此地,但依旧魔性深重,煞气冲天,根本不像纳德光明祖古皇那样好说话。 他的两眼森然地盯着凌晨和鼠皇二人,棒驳杀意涌动而出。 此地应该有一枚道痕碎片吧,凌晨淡淡地望着面前的始魔族古皇,这才开口说道,我知道你是天庭俘虏,被流放此地,何必如此卖力? 非要守护这道痕碎片,不如速速让开,我等取完道痕碎片便走,绝不和你为难。 这些各异族古皇,凌晨可没打算和他们死磕,他的目标只有那道痕碎片,其他的都是浮云。 哼,你这小子倒知道得多,齿魔族古皇冷笑了一声,却并没有离开此处,眼中杀意丝毫不解,只不过你说错了,我虽是天庭俘虏,但却不能让你取走道痕碎片,一旦这道痕碎片被你取走,本皇颜面何存? 更何况,道痕碎片是本皇的守护之物,若是被你取走,本皇在这鸟不拉屎的地方,就得多待一百年,反之,本皇要是能宰了你,则能早日离开此地,你说本皇会饶过你吗?那看来只能解决掉你了,见这使魔族古皇不愿意通融,凌晨也是不再和对方废话,而且这古星之中有着天庭的规则,很显然,这规则是故意要让他们合一族, 之间互相厮杀,休想和平共处,解决掉本皇,好大的口气,使魔族古皇咧嘴大笑,眼中完全被讥讽之意充斥,他一看,凌晨才区区神王四重天的修为,顿时救了喝了,这么弱小的一个小子,居然也敢打到痕碎片的主意,而且还是当着他这个使魔族古皇的面,简直是滑稽,可笑,去死吧,使魔族古皇身上魔器冲天, 抖然仰天嘶吼,手中一柄黑色长矛出现在手中,悍然向着凌晨洞穿而去,一道乌光抖然穿刺天地,眨眼就到了凌晨的眼前,只剩下咫尺之遥。 第3424章 强行震柱 面对着这使魔族古皇的凶悍攻势,凌晨却是面无波澜,身体纹丝不动,立于原地,一股不朽的古铜色光芒,却陡然席卷了他的全身,将身体覆盖在了其内。 冬,黑色魔毛锋利无匹,但是洞穿在凌晨的胸口之时,却是漠然受阻,连一寸也无法深入,奈何不了凌晨分毫。 什么,齿魔族古皇惊讶到了极点,他使劲闭暗着手中的长毛,试图洞穿凌晨的身体防御,但是很可惜,长毛看似锋利,却连凌晨的皮肤都蹭破不了,只是画出了一道道画痕,未见一丝的鲜血流出。 李舅这点能耐吗?凌晨笑盈盈地望着面前的使皇族古皇,旋即摇了摇头,一脸的无奈。 天地磨印,齿魔族古皇的眼神陡然一尘,脸色难看到了极点,这小子竟然还敢挑衅,看来是嫌自己死得不够快。 当即他双手结印,滔天魔力,在其手印之中,凝聚成了一方大印,一种奇异的魔芒释放而出,仿佛能够封印神力,带着一种轰暴山月的气势,朝着凌晨狠狠地镇压了过去。 这是使魔族古皇的杀手锏,他曾经用此招集杀过数未试炼者,牢牢地守住了这一枚道痕碎片。 他自信,这一道魔印,自然也能将凌晨给震杀。 然而,凌晨面对着这一道镇压而下的魔印,却是不退反镜,将腰间的天剑默然拔出,只是随意一挥,扑斥一声,那一方魔印便陡然被切成了两半,在半空中破散了开来。 而在展开了魔印之后,那剑气却还依旧以一种去世不检之态,向着那使魔族古皇斩去,陡然命中了他的身体。 扑斥,齿魔族古皇的身体防御瞬间告破,剑气毫无悬念地命中了他的魔体,留下了一片血和洒落,带着庞大的身体飞出去了数里远。 天剑就钉在了他的胸口,把他钉在了地面上,剑起了大片的烟尘,竟是动弹不得分毫。 齿魔族古皇惊骇莫名,没想到凌晨的手段如此暴力而直接,将他的身体给钉在了地上,动弹不得分毫。 这真的只是一位神王四重天的试炼者吗? 小子,道痕碎天让给你了,放本皇一马。 齿魔族古皇开始心却了,向着凌晨求饶道,现在才想着求饶,未免太晚了,凌晨尚未发话,旁边的鼠皇确实兴奋地叫了起来,他的一双鼠目,确实紧紧地盯着齿魔族古皇。 齿魔族古皇,咧嘴道,接下来这家伙就交给本皇好了,凌晨,你去取道痕碎天,那就你来处置吧。 凌晨并未在意,便向着那眼前的扇剑中走去。 而鼠皇则是咧着嘴巴,一脸森然地走向了齿魔族古皇,让后者感到一阵毛骨悚然。 你想对本皇做什么? 齿魔族古皇一脸惊恐,他一开始根本就没在意鼠皇,以为后者只是凌晨的灵宠而已。 但现在他觉得有些不妙了,因为从鼠皇的身上,他感受到了一股并不弱于凌晨的威胁。 这只肥鼠,不简单,但可惜,他现在才了解到这一点,却已经太晚了。 很快,这使魔族古皇的惨叫声,便在这片天地间响彻了起来,久久不绝。 然而对于这使魔族古皇的下场,凌晨却并不关心,他已经静止来到了这山剑之内, 来到了一片西剑之前。 凌晨在那西剑之中,发现了一道绿色的光源,散发出一股古老的大道气息,让凌晨眼睛一亮。 赤道痕碎片,凌晨脸上露出了一抹惊喜之色。 他立刻取出了郁静婷,准备将这枚道痕碎片收取。 喜料这一道道痕碎片,却并没有乖乖被收服,竟像是一只小兽一般,瞬间消失在了这西剑之中,顺着水流逃走。 想走,凌晨自然不可能看着这道痕碎片逃走,心中却是不免一惊,这东西难道还有灵性不成,居然还知道躲避他。 凌晨的目光锁定了道痕碎片,足足是耗费了半个时辰,凌晨放开破开了水流,伸手掐住了光源。 光源暗淡了下来,俨然是一头绿色的小兽,在凌晨的手里一压乱叫,宛如婴儿一般。 这小子捉住了道痕碎片,不远处,几名试炼者看到了这一幕,顿时两眼发直,就要立刻去争抢。 那是十一区的王者凌晨,连紫阳弟子都在他的手上惨败,不要轻举妄动。 就在这时候,一位年长者对他们进行了劝阻,善意提醒。 几名试炼者这才慌忙打消念头,堂堂一区的王者,可不是他们能够惹得起的。 若真和凌晨动手,只怕一旦败亡,连试炼的机会都会彻底失去。 然而就在这时候,令人震惊的一幕发生了。 那一头道痕碎片所画的绿色小兽,竟是陡然变得猙獰了起来, 一股极为狂暴的力量陡然在凌晨的手中炸开,极为狂暴,欲要征突凌晨的掌控。 道痕碎片和此人的气息不相容,正在睁开它。 几名试炼者的眼睛纷纷一亮,顿时觉得自己的机会来了。 这个凌晨的运气似乎不太好,道痕碎片都是有灵性的, 是会选择自己合适的主人的。 刚才这一枚道痕碎片就在逃脱凌晨的追捕, 而这一下更直接,直接炸开,说明道痕碎片和凌晨的道相悖。 一旦失控,那么就意味着它们的机会来了。 喜料凌晨的眼神陡然凌厉,棒薄的不朽之意涌动, 威震九天十地的气势席卷而出,震撼人心。 不过就是一枚道痕碎片而已, 不认可我又如何,给我臣服。 凌晨的声音冷漠,他紧握着道痕碎片的手掌突然爆开, 鲜血淋漓,不朽的精血浇灌在了这道痕碎片之上, 竟是声声帝将这一枚道痕碎片的狂暴之意, 给声声帝压了下去。 道痕碎片在凌晨的手中拼命挣扎, 一股浩瀚的气息迸发而开, 但是在凌晨这最强宝血的压制下, 尽管这道痕碎片非常地不甘, 但却始终无法逃得出凌晨的手掌心。 什么,居然用自身精血强行震住了道痕碎片? 等着简陋的试炼者彻底惊呆了, 这也可以, 凌晨这精血, 难道是地血吗? 第3425章遭遇围攻, 这家伙, 就不怕引起道痕反噬吗? 众人皆是盯着凌晨, 道痕的力量深不可测, 哪怕只是碎片, 也觉非凡俗可以压制。 道痕碎片的反噬, 除非拥有绝强实力, 否则谁敢这么做? 果不其然, 从那道痕碎片之上, 陡然释放出了惊人的电流, 如同一头恐怖的雷马, 向着凌晨的手臂倾袭而去。 就连那头顶的天空, 都是生出了异象, 仿佛有着无数的异兽在天穷咆哮, 被这道痕碎片中蕴含的大道所惊醒。 道痕碎片如此激烈反噬, 这下此子就算不死, 也会被废掉一条手臂。 一名试炼者惊叫道, 他们接等着看凌晨的好戏, 若是凌晨深受重创, 那他们的机会就来了, 说不定能够趁机夺取凌晨手中的道痕碎片, 获得大机缘。 恐怖的雷霆, 狠狠地冲击着凌晨的身体, 然而, 那人们预料中的重创场面却并未出现, 那一道雷马, 便被凌晨给生生地震散了开来。 什么, 道痕碎片竟然奈何不了他, 连一丁点伤都没有, 那几名试炼者都张大了嘴巴, 脸上变色, 他们都是一方人节, 各个实力惊人, 见识非凡, 许多是恋者来自于古老的新域, 自然都不是凡俗之辈, 但此刻却都震惊到了极点。 视线当中, 那股道痕碎片的反噬之力, 竟反而被凌晨吞纳进了体内, 只见得他的身上雷光闪烁, 这股力量, 竟是在淬炼他的肉身。 众人惊骇, 忍不住倒吸冷气, 这等人物实在少有, 难怪能在这次试炼路上脱颖而出, 成为第十一区的王者。 这股反噬之力被凌晨用来炼体, 反而成为了凌晨的补品, 此等手笔, 着实骇人。 此时凌晨比他们更惊讶, 没想到这道痕碎片竟有如此反噬, 不光有着可怕的雷霆反噬, 还有着大地意志蕴藏其中, 刚才表面上看起来还没有什么大碍, 但实际上却还有着精神反噬。 只不过依旧被凌晨给抵御了下来, 眼下这道痕碎片, 可总算是稳定了下来。 不过这其中所蕴含的, 是一股霸王杀戮之道, 与凌晨而言并不适合。 但即便如此, 这道痕碎片依旧可以拿去和别人兑换, 足以发挥大用, 此人不仅拥有敌兵, 且拥有堪比地血的强大血脉, 不可敌, 不可敌啊, 一众围观者的眼中泛起了一抹浓浓的忌惮之色, 将临陈列为了不可侵犯的对象。 就在这群围观者正欲退走之时, 忽然间, 前方却忽然传来了一阵强决的波动, 三道极为强横的人影出现, 被此地的异象所吸引。 这三人, 不是别人, 正是那紫阳弟子、 玄光弟子和圣灵弟子三位弟子。 他们寻着道痕气息而来, 知晓此处有着道痕碎片, 这才急忙赶来了此地。 不过当他们发现了道痕碎片之时, 却也发现了凌晨所在。 是这小子, 紫阳弟子一看到凌晨, 立马就将后者给认了出来, 眼中流露出了一抹狂喜之色。 在进入第二关试炼后, 他便四处寻找凌晨, 只可惜一直没有凌晨的踪迹, 让他心情焦躁。 没想到, 如今在寻找道痕碎片的过程当中, 竟是寻到了凌晨的下落。 正是踏破铁鞋无密处, 得来全不费功夫。 还等什么, 速速联手杀了他, 紫阳弟子早已按捺不住, 当即身上杀意喷涌, 已是第一个杀向了凌晨。 凌晨夺他十一区王者的位置, 而且还杀光了他的随从, 让他名声大损, 用掉了一张底牌。 他对凌晨, 是恨之入骨, 急什么, 这小子跑不了了, 全光弟子和圣灵弟子二人, 都是咧嘴一笑, 不过他们却没有急着出手, 而是先讨价还价道, 不过等斩杀了这小子之后, 他手上的帝兵和道痕碎片可要归我们二人。 放心, 本弟子只要他的命, 紫阳弟子沉生喝道, 至于帝兵什么的, 虽然可惜, 但也不是不可相让。 那全光弟子和圣灵弟子二人, 这才点了点头, 愿意出手帮助紫阳弟子, 三人齐齐出手, 围向了凌晨。 三大弟子齐齐出手, 声势和其惊人, 很快便惊动了附近的所有人。 什么, 三大弟子要围杀凌晨, 人群中仿佛炸开了锅, 皆是惊慌不已, 没想到这三大弟子, 竟然会联手攻杀凌晨, 这是何等大事。 凌晨得罪了紫阳弟子, 而这紫阳弟子又请来了两位弟子做帮手, 共同对付凌晨。 这下凌晨可死定了, 三位弟子出手, 恐怕就是前面几区的王者都未必能够应付得了, 更何况是凌晨。 这凌晨太过张扬, 如若不是得罪了紫阳弟子, 也不至于招来三位弟子的围攻, 陷入此等绝境当中。 在众多事恋者看来, 凌晨是死定了, 在三位弟子手里, 凌晨恐怕一点机会都不会有, 唯有被斩杀淘汰的命运。 凌晨, 下地狱去吧, 紫阳弟子冲在最前, 他杀凌晨的心思也最为急切, 自信有着两位弟子的帮助, 凌晨根本没有任何反抗之力。 然而面对着紫阳弟子的扑杀, 凌晨的脸上却是古井无波, 随即他眼神陡然凌厉, 竟是直接将手中的道痕碎片打了出去。 面对着一面飞来的道痕碎片, 紫阳弟子却是面露惊喜之色, 他还以为凌晨是打算投降了, 居然先把这道痕碎片给他送了过来。 脸色惊喜, 紫阳弟子当即伸手向着这道痕碎片抓了过去。 但是, 就在他的手掌刚抓到道痕碎片的刹那, 陡然间, 从这道痕碎片之上, 便陡然爆发出了一股惊人的排斥之力。 顿时化为了恐怖的雷莽, 向着紫阳弟子发起反噬。 砰, 紫阳弟子的手臂直接被炸得鲜血淋漓, 皮开肉绽, 发出一声淒厉的惨叫, 整个人倒飞了出去。 而那一枚刀痕碎片, 却被凌晨给一招手给飞了回来, 被凌晨重新攥在了手里。 见到这一幕, 悬光弟子和圣灵弟子二人皆是眼神一沉, 怒声喝道, 卑鄙小人, 居然暗算紫阳弟子, 看我二人不废了你。 第3426章列弟子, 全光弟子和圣灵弟子二人, 公事凶猛, 连其手来, 恐怕无人敢和其抗衡, 即便是一驱亡者也无法对垒。 但凌晨却稳如泰山, 以不朽神体稳住肉身, 以天剑发动攻势, 硬生生地和这两大弟子占到了一处。 凌晨和他们大战, 战起滔天, 不朽的神力迸发, 各种精妙剑术催动开来, 斩退两大弟子。 和这两人展开大战, 凌晨可没有一点的留守, 他知道, 力战两大弟子, 可不能大意, 翻车的可能性不小。 这两人实力和紫阳弟子相近, 本不会是凌晨的对手, 但这二人似乎联手的次数不少, 此时为杀而来, 竟是配合十分默契, 让凌晨无法在短时间内反制击败二人。 两位弟子, 你们在干什么? 紫阳弟子健壮, 却是脸色难看, 大吼大叫, 还不速速将此子击毙。 磨蹭什么, 他气急败坏, 觉得是这玄光弟子和圣灵弟子二人不够卖力, 如果这两人倾尽全力, 凌晨现在早就变成一具冰冷的尸体了。 但那两大弟子却较苦不迭, 实在不是因为他们不够卖力, 而是凌晨比他们想象中的难杀, 他们两大弟子联手, 竟然无法杀死此人。 他们同样感到有些难以置信, 全磁圣光, 全光弟子大吼, 身上灰蒙蒙的雾气飘散而出, 这是一股诡异的力量, 一种可怕的神盲刺目, 穿透天地, 绞杀凌晨。 圣灵降临, 圣灵弟子同样使出了杀招, 一个浑身散发出白色光芒的模糊人影, 凭空在这半空中凝聚而出, 强大无边, 宛如准地降临, 厮杀向前, 恐怖无边。 然而, 那一道惊人的原词圣光, 狠狠地动射向了凌晨, 却被凌晨再度用到横碎片格挡了开来, 那一道足以灭杀准地的宫事, 竟是被这道横碎片给吸了进去, 连一点点威能都未能爆发出来。 至于那一道白色的圣灵, 甚微惊人, 成为了凌晨的主攻对象, 天剑斩出, 将那一道白色圣灵给生生地劈成了两段, 从中间裂了开来。 两大弟子联手打出的杀手锏攻势, 瞬间就被凌晨给轻易化解。 怎么可能, 紫阳弟子的脸色难看到了极点, 两大弟子联牙相抵的招数都用上了, 为的就是绞杀凌晨, 这小子为何运气如此之好, 抢先一步得到了道横碎片, 否则对方绝不可能做到如此轻巧。 该死, 本弟子绝不会让你有通过第二关试炼的机会。 紫阳弟子眼神阴朗, 杀意疼疼, 然而正当他准备要出手的时候, 一道鼠影却出现在了前方, 将他给阻拦了下来。 赤凌晨那小子的那头肥鼠灵宠。 紫阳弟子定睛一看, 认出了鼠黄, 旋即嘴角掀起了一抹森冷弧度, 本弟子就先宰了你, 让那小子好好肉疼肉疼。 说吧, 他便一拳打向了鼠黄, 心中却已起了恶念, 打算在凌晨的面前将鼠黄给当场扒皮抽筋, 然后再将凌晨淘汰出局。 就凭你, 其料他这话, 仅仅招来了鼠黄一个鄙夷的眼神, 显然根本半点没将他这个弟子放在眼里。 连一只灵虫也敢鄙视他, 紫阳弟子勃然大怒, 二话不说, 便已杀向了鼠黄, 要将鼠黄给碎尸万段。 但他小看了鼠黄的能耐, 这紫阳弟子原本能不能胜过鼠黄都不好说, 何况他方才还被凌晨用到横碎片轰飞, 受了伤, 战力受损, 如今还想要将鼠黄扒皮抽筋。 藏剑术, 此时, 正在和那两大弟子交手的凌晨, 忽然瞅准了机会, 一举将天剑大帝的近招剑术施展了出来, 一剑披在了那玄光弟子的身上。 在剑光命中的刹那, 这玄光弟子的头发便以肉眼可见的速度白了起来, 整个人变得垂垂老矣, 率弱到了极点。 什么, 玄光弟子惊骇欲绝, 感觉身体被掏空, 但是他根本来不及反抗, 凌晨的拳头就到了, 他这一拳挥动, 风雷阵阵, 山河失色, 日月无光, 将玄光弟子的身体击穿, 浑身骨骼净断, 半截身体都崩碎了。 玄光弟子, 旁边的圣灵弟子惊了, 眼中充满着不相信的神色。 一个人怎么会如此强大, 独占他们三大弟子, 竟无法奈何凌晨分毫, 玄光弟子还会打成这副模样, 转眼似乎就变成了风中残竹, 随时可以溃灭。 动用脏剑术会损耗一定的生命力, 但对于拥有不朽神体的凌晨而言, 这么一点生命力微乎其微, 影响很小。 凌晨的修炼目标, 那可是人族大帝, 一旦等修为突破到了大帝的境界, 寿命又将突破极限, 大大增加, 损失掉的生命力定能补回来。 玄光弟子废了, 观战的是恋者吞了吞唾沫, 玄光弟子的半截身体都被打碎了, 短时间内难以修复, 他还拿什么和凌晨打? 没想到凌晨在面对着三大弟子的围攻, 竟然还能做到如此从容, 这样的人物, 居然在试炼之前没有半点赫赫威名, 如今给人造成的震撼实在太大。 玄光弟子被废, 紫阳弟子被属黄缠住, 只剩下圣灵弟子还在苦撑, 方才两人联手都没能奈何得了凌晨, 如今只剩这圣灵弟子一人, 他拿什么和凌晨争斗? 圣灵弟子的身上, 从一开始的仙尘不染, 开始变得有着一道道剑横加身, 鲜血飞剑。 扑痴, 凌晨操控天剑划破虚空, 这一柄天剑, 竟是在他的控制下, 缩小了十倍, 变成了一把迷你小剑, 陡然洞穿进了圣灵弟子的眉心之处。 啊, 圣灵弟子大叫, 稀利无比, 眉心被洞穿出了一个血洞出来。 鲜血喷剑, 天剑洞穿了眉心, 带着圣灵弟子倒飞了出来, 撞在了一座山峰上。 凌晨的杀意透过这一柄天剑而出, 破灭了圣灵弟子的一切生机, 原神粉碎。 地上鲜血秘密, 圣灵弟子被灵晨斩杀在了此处, 无比的震撼, 让观战的试炼者们心惊肉跳。 这一次, 显然是紫阳弟子为了报复灵晨, 找了两位弟子做帮手, 却没想到三人非但没能杀死灵晨, 反而遭到了反击, 玄光弟子被废掉了半个身体, 奄奄一席, 圣灵弟子遭到了灭杀的命运, 凄惨无比。 第3427章 两大弟子, 醒客落败, 怎么可能, 紫阳弟子的脸上满是难以置信的神色, 他简直难以相信, 两大弟子围攻灵晨, 居然落得这么个结局。 此番他们三大弟子在此, 布下了绝世杀阵, 没想到非但没有杀死灵晨, 反被灵晨击败, 落得个如此下场。 还没等紫阳弟子反应过来, 灵晨手中的天剑便再度挥出, 将那玄光弟子剩下的半个身体也给粉碎掉。 紫阳弟子大孔, 连忙摆脱蜀黄的纠缠, 转身向后逃窜, 但蜀黄却犹如牛皮糖一般, 将他死死缠住, 根本无法脱逃。 灵晨挥剑赶至, 和蜀黄合为了紫阳弟子, 将他给镇压了下来。 灵晨, 你不可动我, 紫阳弟子连忙叫嚣, 我是堂堂弟子, 地位和其尊贵, 你已经淘汰了两位弟子, 不可一错再错。 然而灵晨却笑着摇了摇头, 根本没有放在心上, 既然已经淘汰了两个, 也不在乎多一个了。 说吧, 灵晨手中的天剑便默然批出, 将紫阳弟子的脑袋给砍了下来。 小子, 你会后悔的, 紫阳弟子口中发出不甘地吼叫, 但蜀黄却一口将他的脑袋给吞进了嘴里, 一声脆响, 脑袋被咬炸了开来, 死于非常。 三大弟子, 竟然全灭了, 远处的试炼者看到这一幕, 目瞪口呆, 彻底陷入了震动当中。 三大弟子气势汹汹而来, 围攻凌晨, 他们都以为凌晨必死, 摆脱不了被淘汰的命运, 谁能料想, 最后的结局, 居然是这三大弟子全灭。 这个凌晨, 究竟是什么来头啊? 这些人的心中, 顿时愈发坚信了自己之前的想法。 凌晨, 不可敌, 他们连忙撤退, 离开了此地, 否则万一被凌晨盯上, 那恐怕就得吃不了兜着走。 走吧, 继续寻找下一块道横碎片, 斩杀了三大弟子, 凌晨的心中倒是没有任何波澜。 这是练场中, 只有竞争对手, 是练路外的身份, 放在此处根本不值一提。 哪怕是弟子, 该当淘汰之时, 凌晨也绝不可能手软。 这一战, 凌晨树立起了赫赫威名, 无论是试炼者还是这座古星的土著, 莫不谈之色变。 稍后, 凌晨驾临每一处古地, 都会引发一阵恐慌, 让当地的强者退避, 在众多试炼者之中, 只怕只有前面几区的王者, 除此之外, 恐怕无人能够与之争锋了。 此时, 在听到这个消息后, 那些个星域王者们, 也是各个脸上都露出异色, 感到十分惊讶。 紫阳弟子, 玄光弟子和圣灵弟子三人, 都拥有着一方王者的实力, 没想到三人联手斩杀凌晨这个十一区王者, 却遭到了后者的反杀, 三人全灭, 这个结果当真是让人不可思议。 无法相信, 这个凌晨, 恐是此次试炼路上最大的黑马, 负责监督试炼的试炼古城将军感叹, 连他都看走了眼, 一个区区神王四重天的小家伙, 却表现得如此出色, 不比那些古老新玉的年轻王者们逊色。 凌晨, 不要遇到我, 否则我不介意斩掉你这匹黑马。 说话的是一位背负金弓迎剑的锦袍青年, 目光望向远方, 闪烁着丝丝的冷酷。 此人, 正是那猎虎新玉的年轻王者, 易知秋。 而另一方地狱中, 一位美丽的犹如天仙般的女子, 刚刚和龙不眠两人斩杀了一尊一族准地, 美眸中闪烁着一丝一彩。 斩杀三大弟子, 没想到这个叫凌晨的男子, 竟有此实力。 黄仙的俏脸充满着精益, 望着旁边的龙不眠, 此人才神王四重天的修为, 若是等他修为再强些, 说不定你我都未必能够胜他。 何来那么多的如果, 龙不眠摇了摇头, 却是有些不以为然, 修为是实力的重要组成部分, 这小子修为静静太慢, 只能愿他资质愚钝, 算不得是真正的天骄人物。 话虽如此, 但此子依旧不可小觑, 我有预感, 他将在此番是脸路上大放光彩, 是你我二人的劲敌。 黄仙却表现得对凌晨极为重视, 他很看好凌晨, 觉得后者必定会一鸣惊人, 斩杀三大弟子, 或许只是开始。 李太高看此人了, 龙不眠摇了摇头, 眼中却泛起了一丝丝的精光, 等他先胜过了一只丘和宇文摩等人再说吧。 能够成为他们二人劲敌的, 目前而言还只有彼此, 没有第三人。 其余人, 像一只丘、 圣僧道眼、 宇文摩和睦千千等人, 虽然也是一方古老新玉的天骄人物, 一驱王者, 但要说和他龙不眠和黄仙相比, 仍旧是差了一个台阶。 至于凌晨, 和他们差的就不止一个台阶了。 很快, 在一座古老的湖泊中, 凌晨寻到了第二块道痕碎片的下落。 这次的道痕碎片之中, 所蕴含的是原神之道, 这是一种强大之道, 凌晨悟到许久, 从这道痕碎片中收获不少, 感觉自身的神魂之力, 增强了不少。 只不过, 凌晨得到了这第二枚道痕碎片之时, 却也被几个区域的王者给盯上了, 他们联手追杀凌晨, 欲夺道痕碎片。 凌晨寡不敌众, 不想和这些人图好战力, 因此只是暂退这数人, 便和蜀黄立即撤退。 这第二关的试炼, 乃是尽可能地寻找到更多的道痕碎片, 而不是和这些试炼者做无谓的争夺。 当, 终生悠悠, 响彻了整个试炼的古星, 让身在试炼古星中的众多天骄, 都感到心中一阵放松, 钟声响起, 意味着这第二关的试炼即将结束了。 现在开始倒计时, 仅剩下一个时辰, 这第二关试炼太过残酷, 这段时间内不知道有多少天骄陨落, 如同一场噩梦, 能够存活下来实属不易。 当然, 对于顶级的天骄而言, 他们却感到心头一紧, 因为试炼即将结束, 而他们却并未收集到自认为足够多的倒痕碎片, 这将影响到他们的试炼成绩, 获得的倒痕碎片越多, 成绩自然就越突出。 但幕下他们只知道自己获得了多少倒痕碎片, 却不知道别人得到了多少, 因此才会感到十分紧张。 第3428章宇文魔, 这么快是练就要结束了吗? 灵晨和鼠黄正在往第三枚倒痕碎片的路上, 目前他们的手里, 仅有两枚倒痕碎片, 灵晨觉得, 这恐怕并不是一个好成绩。 按照之前那光明足骨黄的说法, 这倒痕碎片对他们的影响很大, 不仅是修为上, 在后面的修炼当中也依旧会起到作用。 两枚倒痕碎片, 那肯定是不够的, 还有一点时间, 速速拿到第三枚碎片, 灵晨全速前行, 眼中陡然闪过一抹金光, 第三枚倒痕碎片的位置他已经知晓, 就在前方不远之处。 他的身体, 落在了一座山岗上, 前方那道痕碎片所在的盆地之中, 已是有不少人影在场, 争夺道痕碎片。 灵晨手握天剑, 直接闯进了盆地之中, 但对于灵晨这个插队者, 显然有几人十分震怒, 眼中泛着冷光, 齐齐向着灵晨扑杀了过去。 刷, 天剑纵横, 化为无数剑雨坠落, 几名试炼者顿时伸手易楚, 骨快和鲜血飞剑得到楚都是, 远处见到这一幕的众人都大惊失色。 这简直是来了一尊大魔头, 谁敢阻拦, 胸威震退重视恋者之后, 凌晨的目光这才落在了那盆地中央的位置, 他只是手掌格空一抓, 那一枚刀痕碎片便自动飞了出来, 落入到了凌晨的手中。 这是一枚蓝色的刀痕碎片, 是一柄小剑般的形状, 落入凌晨手中的刹那, 便陡然释放出了一股惊人的大道气息, 凌厉到了极点, 瞬间弥漫了整座盆地。 嗯, 居然是一枚蕴含剑道的刀痕碎片。 凌晨眼中露出金色, 一脸的惊喜莫名。 这道痕碎片中所蕴含的大地之道, 居然是剑道, 正好和它相合。 这种概率可太低了, 毕竟这世间成帝之道何其多, 古来大道有三千, 可真正的成帝之道又何止三千。 可想而知, 能够得到一枚刚好和自己的道相合的道痕碎片, 概率是何其知晓。 但偏偏就是让凌晨遇上了, 一时之间, 天空中道光万众, 神霞要是, 像是有一位古之大地被召唤了出来, 盘坐在此讲经传道。 只不过此等大道, 只有凌晨一人能够听见, 可恨, 这道痕碎片原本该是我等的, 无料竟然被此人截胡。 盆地内的试炼者纷纷眼神一沉, 这道痕碎片本是他们的, 此等一项本该也是由他们造成, 却不想填移了凌晨, 实在可恨。 然而他们这些人皆非凌晨对手, 一个个虽然眼神火热, 但却纷纷忌惮无比, 不敢轻举妄动。 只能眼睁睁看着凌晨从这道痕碎片中获得天大好处。 的确是大地层次的剑道, 凌晨一阵感慨, 从这一枚道痕碎片中, 他感受到了一股浩如烟海般的剑道, 和此人相比, 凌晨觉得自己难以望其向背。 这定是某位天庭大能, 即便不是, 那也应当是某位实力可怕的剑道大地, 有今世之成就。 天伐剑阵, 凌晨从这一枚道痕碎片中, 悟到了一门绝杀剑术, 此乃大地绝杀剑术, 未能将不逊色于藏剑术。 而且凌晨有预感, 手中的这一枚道痕碎片, 所属的那位大地, 恐怕要比天剑大地都还要强上一筹。 这门天伐剑阵的威能, 恐怕强得不可思议。 将道痕碎片紧紧地握于手心, 凌晨只感觉一股股强烈地波动涌入体内, 仿佛是这世间最强之剑道, 令凌晨体内的每一寸血肉都活跃沸腾了起来。 小子, 你未免高兴得太早, 就在此时, 前方却忽然传来了一道冰冷的声音, 只见得一名强势的黑衣男子踏步而来, 犹如魔王一般, 散发出霸道邪魅的气质, 出现在了凌晨的面前。 是第十区的王者, 宇文魔, 立刻有人认出了这名魔王一般的黑衣男子, 眼中浮现出了一抹惊惧之色。 宇文魔, 在此番试炼路上, 那可是凶名赫赫, 此人生性残暴, 和他为敌之人, 只有死路一条, 而且会死得很惨。 没想到此人居然会来到此地, 令不少试炼者皆望而生畏, 宇文魔公子, 你终于来了, 然而, 此地的试炼者当中, 却有两人惊喜, 他们都是宇文魔的随从, 替宇文魔开路探查, 正巧发现了此地的道痕碎片, 却没料到被凌晨给杰族先登, 他们不敢和凌晨敌对, 便立刻传讯给宇文魔。 宇文魔接到消息, 便立刻赶来, 想不到竟赶上了。 唯唯唯闻了白手, 宇文魔的目光便落到了凌晨的身上, 冷冷地道, 小子, 这道痕碎片, 乃是我的随从先发现的, 你半路将其夺走, 是想和我宇文魔为敌吗? 言语之间, 俨然是蕴含着浓浓的威胁之意, 呵呵, 道痕碎片乃公共之物, 能者居之, 人人皆可夺取, 你自己慢了一步, 能怪得了谁? 凌晨不以为然, 这宇文魔的意图 他何尝看不出来 对方是想让他主动交出道横碎片 门都没有 很好 看来你自认为侥幸成了十一区的王者 并可和我宇文魔对抗 真是无知者无畏 宇文魔眼神森冷地摇了摇头 那紫阳弟子等辈 不过都是纹裤子弟而已 你真以为自己胜过了他们 就能傲视群雄 称霸是恋场吗 现在就让我让你清醒清醒 宇文魔的双眼中蹦射出金光 野性的力量 从他的体内爆发了出来 他的身上涌上了一抹幽蓝之色 仿佛化身为了一个蓝皮肤的小巨人 力量无双 近乎成魔 宇文魔乃是人族和魔族的混血 他的父亲乃是一位人族大帝 但他的母亲 却是一位魔族准帝 在一次机缘巧合下将他郁郁而出 结果没想到却诞生出了一个强大的人魔 将人魔两族的优秀血统融合发挥了起来 如此霸道 如此无敌 望着全身一片蓝的宇文魔 一些试炼者的脸色也是发生变化 知晓宇文魔底细的人 个个都脸色凝重了起来 弟子的身份 在他们看来已是不可触犯的存在 但是在宇文魔这种人的眼前 却还真算不得什么 他有这个骄狂的实力 有这个底气 第3429章薄杀 在他们看来 凌晨这下是招惹到了不该招惹的人物了 以宇文魔的脾性 这下只怕轻则受入 重则被虐 下场必然凄惨 然而眼见得宇文魔的爆发 凌晨的眼中 却也是陡然泛起了一抹惊诧之意 没想到这宇文魔竟然是人魔混血 眼下露出了本香 如此魁梧雄壮 有人族大地血脉 又有魔族的血统 两者结合 堪称完美 这样的一尊强敌 的确比起那紫阳弟子等三人 都要强大得多 宇文魔 道痕碎片已在我手 奉劝你还是不要用强 否则结局定会让你后悔 凌晨神色淡然 却根本未将宇文魔这般姿态放在心上 这没见到大地的道痕碎片在手 他更无需忌惮这宇文魔 真是个狂妄之徒 宇文魔摇头冷笑 一记魔拳已是向着凌晨暴轰而来 要将凌晨轰杀于此 然而凌晨站在原地 身上白衣飘飘 头盖骨中血气如真笼 冲破苍穹 眼眸像是冷殿一般地者人 手中的天剑足以斩裂星辰 有一种弃吞山河的雄姿 凌晨本就战力惊人 此时得到了道痕碎片 身上剑一搏发 犹如剑神降临大地 黑法披骰 宇文魔强剑如囚龙的古铜色上身 眸子射出犀利有野兽般的可怕光束 手中的紫色战毛洞穿天地 每一集都像是一轮紫色的太阳炸碎了 两人如两道星河冲击 激烈对决 留下一道道残忙 战毛对长剑 铿锵作响 在半空中犹如两道闪电交织 每一毛 每一剑 都能够洞穿天雨 能够击碎冰冷宇宙中的宇宙 茅茅大圣 神威滔天 宇文魔真是一个了不得的人物 他的武器横扫乾坤 神勇如魔神 但凌晨也觉非泛泛之辈 他以剑制敌 同时激发了道痕碎片的能量 这一瞬间 仿佛有着一道巨大的剑道大地虚影 在凌晨的身后 和凌晨的招式相同 平平挥剑 和宇文魔凶悍交锋 凭借着强横实力 凌晨就和宇文魔战得势均力敌 一时之间 竟难以分出高低上下 两人欲血搏杀 身上开始出现倒倒血痕 全部负伤 却依然舍身忘死 地面都千疮百孔 一些古山被轰成了分速椅 更有一些天外陨石被冲起的锋芒粉碎 可见这一战之残酷 甚至连一些观战的试炼者 都受到了波及 更有一些人遭到了重创 当场毕命 淘汰出局 此二人已经战风了 不可再观战 快走 周围观战的众人皆是心惊胆战 不敢再观战 纷纷逃离现场 唯恐被此大战波及 可恶 仗着这道痕碎片之力 竟让你实力增长不少 宇文魔的眼神十分阴沉 在他看来 凌晨必不是他的对手 只是后者竟寻到了 自己合适的道痕碎片 和自己的大道相合 实力成倍提升 没想到这道痕碎片 竟让凌晨的实力提升了不少 达到了能够和他抗衡的地步 凌晨一见震退了宇文魔 眼神逼逆斜视对方 今时不同往日 道痕碎片已为我所用 你还是速速放弃吧 放弃 就凭你还不配 宇文魔没有轻易放弃 身上的魔光闪耀 他愈发凶猛狂辈 不顾一切地杀向了凌晨 他和凌晨的一战 已经彻底在这世恋场中传开 若没有结果 那么很快所有人都会知道 他奈何不了凌晨 只能会溜溜地退走 他此次出手将变得毫无意义 土让凌晨这数字成名 顽固之土 凌晨摇了摇头 天见逆斩而出 弥漫着一股天法的意味 以天道之意志 惩罚众生 宇文魔也不例外 所有的毛光 魔芒 全部被凌晨所斩灭 化为了乌有 宇文魔的胸威 在凌晨这里通通无法奏效 始终被压了一头 这让宇文魔自己都感到难以置信 咚 鼓中悠悠 再度响了起来 催促重视恋者离开 只见的一座巨大的祭坛浮现在了虚空中 洒落下了璀璨的光芒 他在那鼓星的高空之上 散发出耀眼的光芒 成为了太阳一般 重视恋者皆可通过他离开此处 凌晨和宇文魔知道 此处是恋场即将关闭 如若他们再不离开 恐怕将会被关在这试炼场之内 丧失继续试炼的资格 两人自然谁也不想丧失继续试炼的机会 当即二人都全速前进 向着那祭坛的方向暴力而去 然而 即便如此 血战并未结束 他们一路打上了祭坛 路途之上并未停止争锋 依旧在进行大战 生死相搏 鲜红的神血洒落 冰冷的神气交集 恐怖的神光吞天 这一战犹如神魔大战 残酷而激烈 席卷八方 宏伟邦国的祭坛犹如植服的神师 透露出一种威严 不可侵犯 凌晨和宇文魔竟只打了过来 引发了一场大轰动 这是什么人 居然还在血战 两人之间难不成有什么深仇大恨 两道气息都十分恐怖 恐怕是一区之王者吧 好强大的血气 好恐怖的战役 古来少见 众多试炼者皆是将目光投射而去 这是一场王者之战 是两大年亲王者之间的争锋 如此激烈 让人费解 宇文魔和那凌晨还在大战 这一战显然没有结局 为何还要继续 祭坛之上 那道眼望着依旧正处于大战中的宇文魔和凌晨二人 却是摇了摇头道 那可未必 宇文魔的实力可不止此 不远处的木千千摇了摇头 他对宇文魔十分了解 后者还有底牌尚未动用 只是代价太大 此人肯定不会轻易动用 不然胜负早已分出 凌晨已经被灭 祭坛已经快到了 停止无谓的争斗吧 凌晨面无波澜 已经靠近祭坛 他觉得没必要再和这宇文魔死磕 道痕碎片已经到手 此战毫无意义 但其料宇文魔却被激发出了魔性 根本没有要停手的打算 他的双眼之中 陡然闪过一道凶光 玄机怒声大喝 道痕碎片该当是我的 敢抢我宇文魔的东西 就要做好被淘汰的准备 第3430章舍身魔拳 宇文魔宛如陷入疯狂了一般 两眼血红 只见得一股浓烈的魔气 陡然自他体内抱涌而出 随即他的身体便陡然膨胀了起来 仿佛变成了一尊骨魔 彻彻底底地魔化 以损失生命气息为代价 强化自身的肉身和实力 舍身魔拳 宇文魔大喝一声 仿佛在出拳的刹那 便舍弃了一切 舍弃了生死 连生死都不在意了 这天地间 还有何惧 宇文魔舍弃了一切 打出了这一记魔拳 如同允星一般砸向了凌晨 终于动用了此招 在宇文魔出拳的刹那 纳目谦谦的美魔也是猛然一缩 眼下这宇文魔所打出的这一拳 俨然正是他所说的底牌 想不到 这宇文魔最终还是用了 此人脾气如此暴力 而从另一个角度来看 也是证明了他究竟被逼到了何种地步 竟然被迫动用了此招 若不是被逼到了悬崖边上 想来这宇文魔也不会这么做 但这宇文魔打出舍身魔拳的刹那 也就意味着凌晨的试炼之路到此结束了 这一拳 凌晨不可能挡得住 那如同允星一般的魔拳 从虚空中猛然划过 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 将凌晨笼罩在内 从天空中镇压而下 狠狠地砸向了凌晨 通融 凌晨的身体陡然被遮到魔拳命中 然后周身的空间都是轰然炸开 完全被爆炸的冲击颇席卷 充斥了百丈地面 一个惊人的巨坑 在顷刻间形成 舍身魔拳 连自身性命都可以舍弃 为的就是扑杀敌人 以这宇文魔的实力施展出来的舍身魔拳 恐怕连我等都抵挡不住 唯有被扑杀这一种命运 穆千千的美眸中泛起了一丝忌惮之意 她虽然知道宇文魔有此绝技 但穆夏也是第一次见到 若用在她的身上 她也不知自己能否抗住 只怕是悬得很 而在用完这一招舍身魔拳之后 宇文魔体内的生命气息 也是正以惊人的速度萎靡了下去 皮肤仿佛干瘪了一般 血气酸弱 和方才的血气冲天截然不同 判若两人 舍身魔拳的副作用极大 特别是在刚刚动用完之后 会进入虚弱期之中 细血亏损 实力奏降 这宇文魔在动用完杀招之后 也是联盟服下了一枚补充气血的丹药 而后目光方才望向了凌晨所在的方位 虽说动用舍身魔拳的代价是大了些 但是能够轰杀凌晨 那也足够了 此时 宇文魔联盟暴力而出 身体冲向了凌晨 后者被轰杀之后 那三枚道痕碎片应该会被爆出来 那可是他的战力挺 绝不能被他人给抢了 若是将凌晨身上这三枚道痕碎片给抢到手了 加上他身上的四枚道痕碎片 那便一下子拥有了七枚道痕碎片 必然可以排进这第二关事链的前列 然而 正当宇文魔心情大好 正准备要接收凌晨身上的道痕碎片之时 那前方的陈雾当中 却陡然浮现出了一道人影出来 什么 当宇文魔看到人影的刹那 眼皮便默然一跳 这小子 承受了他的一击舍身魔拳 竟然并没有被就此轰杀 而是屁事没有 死 还未看到这一道人影的模样 宇文魔的眼中便陡然凶芒毕露 然后再度一拳轰向了人影 意图将凌晨置于死地 凌晨之前已经中了 他一记舍身魔拳 必定已经深受重创 此时他只需要再补一拳 并能将这小子生生动杀于死 然而 就在这一拳就要命中凌晨身体之上 一道惊人的屏障 却是自其周身弥漫而起 封住了周围的空间 宇文魔这一拳 重重地轰在了那一道不朽的屏障之上 发出震耳欲聋之响声 这一拳 虽然将凌晨的身体给集飞了出去 但是却并没有能够急破屏障 宇文魔的脸色微微一沉 虽然从凌晨的嘴角看到了丝丝的血迹 可是他预想中的重伤 却并没有出现 凌晨的伤势并不重 至少没有他想象中那么重 这小子 竟然承受住了他的舍身魔权 这怎么可能 宇文魔的舍身魔权竟然没有灭杀此人 穆谦谦也是感到十分诧异 虽说凌晨是十一区的王者 但遇到宇文魔此等不要命的对手 别说是十一区的王者 就算是前面几个区的王者 都未必能够应付得来 可现在 凌晨却成功了 此人以区区神王四重天的修为 不想去也如此深不可测 而此时此刻 凌晨在倒退的同时 眼中却陡然闪过了一丝凌厉 旋即一声大喝 天法剑阵 落 话音落下 宇文魔只感觉头顶一阵恐怖的波动笼罩而下 那是天法之波动 他豁然抬起头 只见得那头顶之上 俨然是有着一座剑阵形成 久到蕴含着天法之力的剑气 合力落下 悍然展出 宇文魔瞪大了眼睛 他怎么也没料到 凌晨非但没有被他的舍身魔拳轰杀 竟还在不知何时布下了此等杀招 在此时反杀于他 宇文魔催动魔人之体 欲要抗争 然而这一道天法剑阵落下 将他的身体给笼罩住 密密麻麻的天法剑气 狠狠地切割在了他的身体之上 生生地将他的身体给切成了好几块 怎么可能 宇文魔大惊失色 他怎么也没想到 凌晨这剑阵的威力居然如此可怖 瞬间就破了他的防御 将他的身体给分裂了开来 他的内心 头一次涌现出了恐慌的情绪 宇文魔 你的试炼之路到此结束 就在此时 凌晨的声音传到了他的耳畔 让宇文魔面色漠然一变 视线当中 凌晨已是提着天剑 正一步步向他走来 虽说面无波澜 但却暗含锐气 杀意 你敢 宇文魔一惊 旋即立声咆哮 你若敢将我淘汰 他日即便你踏入中央心域 也是死路一条 我不是你能招惹得起的 然而 还并未等他把话说完 扑斥一声 凌晨已是挥剑将他彻底绞杀 肉身粉碎 神魂破灭 彻底被送出了试炼场 丧失了试炼资格 第3431张到横碎片排名 宇文魔竟被淘汰了 目千千几人皆大惊失色 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 可怕 身为时区的亡者人物 宇文魔竟然被当场轰杀 提前淘汰出局 重视恋者倒吸了一口冷气 宇文魔这样的实力 若不是在此处被淘汰 相信定能走到最后 成为试炼路上一颗闪耀的星星 吸引万千目光的关注 可谁也没想到 宇文魔会陨落在此 就此除名 是炼路强行终止 和前路无缘 宇文魔太急躁了 非要和这凌晨死磕 两虎相争 必有一伤 只是谁也没料到伤的那只虎 居然不是凌晨 而是宇文魔 有试炼者感慨 以宇文魔的实力 若不倾尽全力和凌晨进行一起之争 躺留有余地 即便败于凌晨之首 也不至于落得如此下场 而如今 宇文魔身允 是炼路终结 让这试炼路上年轻王者们的格局发生改变 凌晨 一举机身成为了一颗璀璨的星星 想不到 区区一个神王四重天的小子 竟可以做到如此地步 真是匪夷所思 在那一座祭坛附近 一名老者正注视着这一幕 此人不是别人 正是那位接引使 是啊 此子资质十分惊人 比起那些古星域的天骄毫不逊色 真期待他在后面试炼中的表现 试炼古城的将领 此时就站在接引使的身侧 也是颇为感慨地说道 此子不光是资质惊人 细运也堪称逆天 才寻到三枚道痕碎片 便找到了一枚和自身香气和的 导致他战力大增 如若不是这样 他恐怕无法灭杀宇文魔 皆引使点了点头 从他的身上 我仿佛看到了圆不朽的影子 此人以无敌之姿 进入了中央星域 拒绝了天庭的招揽 如今不知道已经达到了何种地步 此子 虽然修为尚弱 不过年纪也尚幼 他日指不定可以成为第二个圆不朽 在中央星域中掀起一番波澜 试炼古城的将领文言 神色十分讶异 想不到这阶引使对凌晨的评价如此之高 圆不朽是何人 此人可是拒绝了天庭的天将任命的怪胎 除非是天庭的那些未帝君 恐怕无人可将圆不朽镇压 凌晨 当真能够成为第二个圆不朽 这可就扯得太远了 以凌晨目前的表现来看 还差得太远 对于这些银石等人的议论 凌晨并不知晓 在一举灭掉了语文魔之后 他便手掌一招 只见得从那前方的晨雾之中 陡然飞出了四道光点出来 四眉道痕碎片 先后落入了凌晨的手中 想不到这语文魔 居然得到了四眉道痕碎片 凌晨心中十分惊讶 此人不愧是第十区的王者 还是有些能耐的 恐怕对方做梦也没有想到 自己会在此地被他灭杀 遭遇淘汰的命运 这四眉道痕碎片 也就顺理成章地成为了凌晨的囊中之物 在击溃了语文魔之后 凌晨便立即踏入了祭坛之中 消失在了祭坛的传颂光芒之中 离开了第二关的试炼战场后 映入眼帘的 俨然是一座巨城 这是试炼路上的一处一战 专攻试炼者歇脚之用 凌晨的身体 在这座一城之中落下之煞 便也是引起了周遭的 一大片议论之声 一传十 十传百 如今许多人都已经知晓 凌晨和语文魔一战的结果 拥有赫赫威名的语文魔 遭到了凌晨的灭杀 已经离开了试炼路 回到了原点 他们有不少人都目睹了此战的过程 直到此时他们都还有些难以置信 结局竟然是凌晨解决掉了语文魔 这个结果大大出乎了他们的意料 在凌晨之后 又有十数名试炼者降临了这座古城当中 玄吉纳传送的通道便彻底关闭 在第二关的试炼之后 仅有不到两百人通过 来到了这座古城之中 其他人都丧失了试炼资格 只能等待下一次机会 此时 祭坛的上空忽然掀起了一阵涟漪 空间波动 一道光幕显现而出 其上俨然浮现出了一个个名字 整齐地排列了起来 这是第二关试炼 众人获得到横碎片的排行榜 一道道目光 顿时向着那一道光幕望去 眼中浮现出热血之意 第一名 龙不眠 十枚道横碎片 第二名 黄仙 九枚道横碎片 第一和第二毫无悬念 正是那第一区中出来的 两位古星域年轻王者 这两人也的确冠绝群雄 一记绝尘 遥遥领先在了榜首之列 然而这第三名 赫然正是凌晨 西枚道横碎片 整座古城 瞬间一片哗然 凌晨 此人居然积身了第三 众多试炼者皆露出不可思议的神色 凌晨河的何能 竟能积身第三 仅居于龙不眠和黄仙之后 道眼 一只秋等年轻王者一个个都十分愤懑 愤怒于本该属于自己的荣耀 竟被他人夺走 而且是一个极极无名之徒 因为此子灭杀了宇文魔 得到了宇文魔身上的道横碎片 如若不然 这第三绝无他的份 龙不眠摇了摇头 表情淡漠 虽说这第三名的位置他根本看不上 但是让这样一人紧随他和黄仙之后 却让感到有些掉身份 就是 我等为大局考虑 都没有互相拼杀 对最顶尖的天骄下手 这才导致没有获得太多的道横碎片 岂料此番好意 竟让数子成名 一只丘尤其不满 他总共获得六枚道横碎片 排名只在凌晨之后 虚居第四 如果不是凌晨的话 这前三定有他的一席之地 凌晨也不是主动出的手 他是被动自卫 喜料反杀了宇文魔 阴差阳错地成为了第三 黄仙摇了摇头 或许这就是气韵 气韵 龙不眠摇了摇头 十分不以为然 在绝对的实力面前 气韵能掀起多大的风浪 若是在这世连路上落败 恐怕自身的气韵也会折损不少 将来能否温顶大地之境 得到天庭的关注 都还是两说 第3432章两位大帝的悔恨 在各方议论之下 凌晨的脸色却古井无波 他也没想过要击杀宇文魔 只是后者非要自己往枪口上撞 这下自己撞死了 那可怨不得别人 这古城之中 显然已是安全之的 在这里 禁止争斗 任何有违规则的行动 都将被取消试炼资格 如此一来 谁仍敢轻举妄动 直此第二关试炼结束 第三关试炼开始之间 试炼者们都在这古城中活跃了起来 开始互换手中的道痕碎片 凌晨的手中 同样有着六枚道痕碎片需要兑换 只有一枚剑刀道痕碎片有用 其他的 于凌晨而言并无什么大用处 在下这里的道痕碎片 其中蕴含轮回之道 想换一枚心魔道的道痕碎片 我有阴阳之道的道痕碎片 我有霸刀之道的碎片 重试炼者纷纷开始行动 进行道痕碎片的交换 凌晨自然也加入了其中 他手中的道痕碎片 同样十分博杂 毕竟三千大道 和其浩瀚 况且成帝之道更不止三千 想要寻到称心的道痕碎片 和其困难 凌晨只找到了一枚剑刀的道痕碎片 除此之外 还兑换到了一枚强身之道的道痕碎片 于凌晨亦有大用 至于其他的 虽然没有大用 但却并非毫无用处 如挪移之道 手握挪移之道的道痕碎片 可速度倍增 如回生之道 可加快身体的复原速度 在这时连路第二关结束之际 在那浩瀚的星空之中 遥远的天狼星系上 英兵古地 这是一座极为萧索 枯极的大地 浓郁的死气弥漫 宛如一座死亡国度 然而 今日在这死亡国度之中 却有着一道魔气森然的女子身影踏足 她的手中 拿着一根黑色的绳索 将两道人引给捆绑着 若凌晨在这里 见到这一位黑衣女子 一定能够认出对方来 此女 正是她的妻子 摩地夏云星 夏云星在和凌晨失散之后 并没有直接抵达天狼星域 而是迷失在了附近的黑洞之中 费了好大的劲 方才脱离黑洞的吸引 来到了天狼星域 到了这天狼星域之后 夏云星方才得知 凌晨在天狼星域之中遭遇四处围追堵截 而罪魁祸首 便是金池大帝和黑灭大帝 她当即出手 将这两位大帝请拿 在言行逼供之下 两位大帝只能实话实说 无奈带着夏云星进入暗星区域 来到了这阴兵谷地之中 此时 被夏云星控制住的这两道人影 气息本十分强大 但眼下却狼狈到了极点 二人不是被人 却正是金池大帝和黑灭大帝两人 这两尊大帝 在天狼星域中是何等地风光 独霸星域 无人胆敢招惹 但现在 却犹如丧家之犬一般 被这名黑衣女子给捆服着 完全丧失了尊严和自由 你们说的可是此地 夏云星望着面前死气森森的国度 眼中却是浮现出了一丝冷丽之色 没错 金池大帝连忙说道 前往古路的入口就在此地 当初我们可是看着凌晨那小子离开的 是啊 前方不远处即是一片宫殿 祭坛便在这宫殿之中 黑衣大帝也是一脸交集 事情可关乎到他们二人的性命 他们自然不敢大意 两人望向夏云星的眼中 还残留着一丝的忌惮 他们本来在天狼星域待得好好的 刚好从这阴兵谷地回来养伤 却不想尽遇到了这夏云星 此女实力何等变态 趁他们两人重伤未遇 竟是将他们两人先后击败 生生擒拿到此 虽说是成了他们受伤的时机 但黑衣女子年纪轻轻 却拥有大帝修为 而且还并非寻常大帝 足以让他们二人胆寒 夏云星这才微微点了点头 带着两人一路走到了祭坛之前 正是当初凌晨走上星空古路的那一座祭坛 就是这里了 金池大帝一脸信信地道 按照约定 我们祝你找到了凌晨那小子的去路 你的放我们一马了 放你们一马 夏云星的嘴角掀起了一抹冷酷的弧度 你们险些害了我的夫君 现在还想让我放你们一马 是不是太天真了 什么 那么夫君金池大帝和黑衣大帝二人 皆是愣在了原地 一脸的难以置信 这夏云星是凌晨那小子的妻子 这怎么可能 凌晨只是个小小的神王啊 他怎么可能娶得上一位大帝做妻子 像凌晨这点实力 还想娶一名大帝当老婆 当个徒弟还差不多 然而还没等他们反应过来 夏云星却已是默然打出手掌 将两道棒驳而诡异的魔光 生生地打进了两人的身体之中 这两道诡异的魔光爆发而开 生生地将两人给炸飞了出去 对这两位大帝的命门造成毁灭打击 两位大帝瞬间遭受重创 修为净是在瞬间净毁 跌落了大帝境界 不 金池大帝和黑衣大帝二人 皆是发出不甘的吼声 但只可惜夏云星下手太狠 竟是对他们造成了如此可怖的重创 就算他们抵运在后 只怕想要恢复大帝的修为 都难如登天 他们两人 如今算是废了 如此一来 这夏云星的确遵守了约定 没有取他们的性命 可这却比杀了他们还要难受 此时此刻 两位大帝的内心都极为悔恨 他们当初为何要打凌晨的主意 若非如此 他们也不会遭遇夏云星如此一尊 更不会有今日的凄惨下场 试炼录 驿战古城中 在一众试炼者的兑换活动结束后 街银石的身影也是再度出现 出现在了这古城的上空 众人的目光 皆是聚焦在了街银石的身上 等待着后者讲解第三关试炼的内容 前面两关已是如此艰难 连一区之王者都遭到了淘汰的命运 后面的关卡只会难度更大 最终能够走出这试炼古路的人 必然是为乎其为 寥寥无几 只有真正的佼佼者 才能支撑到最后 第3433章大道古地 街银石的目光 扫望着下方的众多试炼者 旋即朗声道 第二关试炼已经结束 恭喜你们诸位成功过关 不过前路凶险 接下来才是最难的一关 你们要做好心理准备 你们若能成功通关 那也将意味着 你们彻底通过了试炼 将会获得进入中央心域的资格 甚至 表现优异之人 可被天庭选中 不过 最终能够通过试炼之人 能有现在的三成就不错了 听到天庭二字 黄仙龙不眠 一只秋和道眼四人皆分战一方 眼中陡然泵射出两道犀利的光芒 这第三关将是他们最后的战场 也是他们最后的舞台 不仅要牟利自身 更要将最强的一面展现出来 让天庭看到 争取被选拔为天庭的天兵 一念即此 所有人的心思都顿时活络了起来 第三关的重要性 也将比其他两关要大得多 你们就先在这城中休息七日吧 接引使说道 七日之后 终生想起之时 第三关式链将会开启 到时候你们可都别错过了 说吧 接引使便身形一闪 当即消失在了半空之中 重视链者有了七天的休整时间 第一关和第二关式链之间 并未给他们留休息的时间和余地 没想到这第三关式链结束后 竟还给他们留了休息的余地 可见这第三关式链之重要 最终顺利通关之人 将不到总人数的三成 这句话振折了不少的试炼者 但对于凌晨而言 却并无多少振折 进入到前三成的人选当中 他还是很有把握的 先找一个休息的地方吧 凌晨没有久留 便转身走向了深厚的街巷 在这一战古城中寻了益处住所 住了下来 在第二关式链当中 凌晨得到了几枚道痕碎片 这些道痕碎片 如今正好可以留几天时间来消化 为进军第三关做准备 这些道痕碎片之中 虽然没有一条完整的道 但却兵分多样 给了凌晨不少感悟 见到的道痕碎片 和强身之道的道痕碎片 更是足够凌晨修炼一阵子了 七日后 凌晨结束修炼 凌晨感觉 自己的见到感悟又提升了一个台阶 而肉身的强度 也是得到了增强 道痕碎片之力 已经完全被凌晨所吸收利用 他的修为 也已经达到了神王四重天的巅峰 距离神王五重天境界 也仅有一步之遥了 咚咚 终生悠悠 试炼之旗到了 昔日的修整旗结束 城池之内的静谧终于结束 终于热闹了起来 踏上试炼古路的试炼者 一个个精神饱满 谁都不想错过 都在等待着这一刻 接引使终于出面 准时开启了第三关的太古试炼场 召集所有试炼者集合 古城的广场上 凭空出现了十二座门户 通向一片太古的试炼场 神门璀璨 内部仿佛一片仙境 你们好自为之 多多魔力己身 当年曾有人在这里得到了莫大的机缘 而经威名震动中央心域 闯闯了大名声 甚至有人在其中悟道 走向无敌 涂掉了除自己之外的所有试炼者 名字都沦为禁忌 听得这话 就连凌晨都忍不住张大了嘴巴 在试炼场中无名 还涂掉了除自己之外的所有试炼者 这是什么恐怖操作 这样的人 在这次试炼中肯定是没有的 只不过如此一来 倒让凌晨有种开阔之感 没想到各大古心域中 还曾经诞生过如此可怕的天骄 此等人物 哪怕是进入中央心域之中 那也必定是欧视义方的天才 进去吧 皆引使话音落下 那十二道神门几乎同时开启 在那古城广场中的试炼者 顿时一个个都从地上暴虑而起 犹如离弦之剑般 射向了那十二道神门之中 凌晨也没有逗留太久 便选择了一道新门进入 广场上的试炼者很快就速之一空 无影无踪 而后 十二座新门便缓缓地闭合了 而凌晨在踏入新门之后 再度睁眼之时 便已是踏足了一片苍茫大地中 辽阔壮丽 许多古兽在嘶吼 都是太古一种 至今在外界早已绝机 不曾想能在这里见到 半空中 几道流光化过天际 一头只存在于太古时代的 龙雀展翅抓起一条山脉 用以竹巢 遮天蔽日 恐怖无边 所有试炼者只能匍匐在地上 大气都不敢之一声 生怕惊动了这头龙雀 会引来杀生之祸 直到龙雀走后 众人方才从地上站了起来 重重地吐出了一口浊气 这头太古龙雀 体内妖力之雄魂 堪比一尊大地层次的存在 恐怕放在这试炼地中 那也是最为顶尖的存在 若是被其发现 只怕是必死无疑 看来这第三关试炼果然可怕 竟有此等可轻易灭杀试炼者的存在 凌晨也从一处隐蔽之地走了出来 眼神十分惊诧 这头龙雀实力滔天 只怕是最强的试炼者龙不眠和黄仙翼不能敌 一旦若被发现 任何人都只有团灭的结局 这样的龙雀或许并非只有一头 并还有其他古兽在此 实力堪比大地 楚皇也是从刚才这头龙雀的胸微中走出来 有些瑟瑟发抖 这头龙雀不是凡物 乃是太古一种 他有预感 这种太古一种 在这地方应该不会只有一头 这地方 似乎是一座古老的道场 曾有爵士大能在此修炼 留下了无穷傲益于此地 凌晨没走多远 便闭上了眸子 一步一步地向前走去 用心去感受这种磅薄大气 有种无名的力量在在汹涌 时间之道 空间之道 天地之道 万般大道 都内孕于此 凌晨的眼睛一亮 没想到这世上竟会有如此妙地 此时此刻 他浑身血气腾腾 体内如雷鸣 散发出至强的战力 这片大地让他神血沸腾 不只是他 其他人也是同样的感觉 仿佛进入了一座大道古地 古老的道场 在此处修炼的爵士大能远不止一位 不然也不会留下如此多的大道在此 让人沉迷其中 第3434章 地心圣龙弦 凌晨徒步行走 走过每一寸土地 闭眼感悟这片大地上残存的道 浑身气血滚滚 像是一座巨山在移动 压得古地隆隆作响 像是要呈现了一般 他宛如一颗星辰一般 每一次移动 都让天地万物发生共鸣 山河震荡 与凌晨一样 身上散发出光芒 进入悟道状态的 还有龙不眠 黄仙 道眼和一只秋等人 他们的浑身都充满了力量 举手投足之间 仿佛可以摘星卓月 所有的试炼者 都在此地得到了大好处 只不过每个人得到的好处不同 似乎是随着资质的强弱而提升 但是无论如何 每个人都取得了大提升 万千大道 总有几条是属于自己的 此时的凌晨 在这道场之内的冲刷之下 心如明镜一般 悟道修行 沉浸在一众妙境之中 山河壮丽 灵气浓得化不开 凌晨真切地感受到了这片古道场的恐怖 除了纵横天地间的太古奇寿外 还有遍地的古药 灵土 太古奇珍 凌晨徒步而行 见到了一块块修行宝帝 锐气升腾 非常适合修炼 更有一些湖泊 五光石色 祥云升腾 笼罩在湖面之上 这都是难得一见的神土 吼 就在此时 前方涂生异象 一头白泽正和一头金屋争锋 这两者 都是纯正的太古一种 虽不到大地层次 但也有准地实力 他们在争夺一枚灵果 那似乎是传说中的血黄果 乃是一株准神药 凌晨惊讶莫名 没想到堂堂一珠准神药 竟然会出现在这里 并未费多大的力气 就寻到了这等奇珍 凌晨话音刚落 蜀黄的两眼却已经发光 哈拉子都流了出来 趁着这两头太古一种厮杀之际 渔翁得利 竟是直接杀了进去 蜀黄的身体 就仿佛一团皮球一般敞入 竟然一口将那一枚血黄果叼住 一口咬了下去 将这一枚血黄果吞入之后 蜀黄浑身赤霞闪烁 惊气暴涌 差点将他的身体撑爆开来 凌晨的面色为变 想不到蜀黄如此狼吞虎咽 将血黄果给吞了下去 但是神蜀终究体质特殊 这血黄果的药力虽然极为霸道 但却依旧还不至于威胁到蜀黄的性命 只是蜀黄此举 却将那一头金乌和白泽两头太骨一种都给彻底惊怒 他们的口中时被蜀黄所夺 岂能善罢甘休 快跑 蜀黄自然不可能和这两头太骨一种死磕 何况血黄果都已经进了肚子 他扭头就跑 根本没有一丝的犹豫 早晚被你这肥蜀害死 蜀黄一溜烟跑路 凌晨只能在其身后 为蜀黄断后 可这两大太骨一种神兽的攻势 就算是凌晨也吃不消 冰火两重天 险些没将凌晨淘汰于死 好不容易才挣脱了这两头骨兽的追踪 逃出了升天 在摆脱了两头骨兽的追击后 凌晨和蜀黄来到了一处宁静之的 在吞噬了血黄果之后 蜀黄的气息也提升了不少 这些骨药不是白痴的 线下就算是撇开凌晨 光凭蜀黄的实力 在这世炼场中也是首屈一指的 能够胜过蜀黄的试炼者 虚指可数 也没几个 这世炼场当真是一处宝地 只是不知道能否在此处寻找到 一株真正的远古神药 凌晨的目光向着周围扫望而去 视线当中 虽然光滑闪烁 灵草遍地 但是远古神药级别的波动 却还感受不到 这种级别的古药 恐怕不是那么容易能碰到的 需要天大的机缘 要真发现了远古神药 本黄一定要抢在所有人前面吞了它 包括你小子在内 蜀黄两只眼睛瞪得犹如灯笼一般 他同样对远古神药十分渴望 而且上次的远古凤凰神药给了徐若燕 让他眼红得紧 上次是因为有特殊原因 要唤醒徐若燕 这次可没什么特殊原因 等有机会他一定要吞掉一株远古神药 楚皇身为太古圣皇子 乃是妖帝独子 那些各所谓的什么什么弟子 在他这里屁都不是 他当然也有问鼎妖帝境界的雄心壮志 可不甘心做一条咸鱼 凌晨 你听到没 前方似乎有水声 就在此时 鼎黄豁然偏过头望向了凌晨 显得小心翼翼 凌晨数耳恭听 玄机眼睛微微一亮 的确如此 两人寻声走了过去 只见得烟霞遍地 凌雾朦胧 俨然能够看到 前方有着一方凌池存在 凌池很小 不过数十丈方圆而已 其中精气蒸腾 流光溢彩 周围灵草遍地 鼓药丛生 秘密涌出的液体 那是从地底深处喷出的精华 是大地所孕育出来的一种宝浆 极为罕见 具有洗炼身体的绝佳效果 这是地心圣龙弦 灵承认出了此等液体 心中诧异 这灵池可是宝地 对催炼肉身可有大帮助 那还等什么 鼠黄双眼发亮 二话不说 那略显肥瘦的身体 就已经趴在了这灵池旁边 张嘴对着这座灵池 一番狠狠地牛饮了起来 将这灵池中的地心圣龙弦 给大口大口地吞进了肚子里 在鼠黄的这般牛饮之下 这灵池中弥漫的灵雾 似乎也是淡化了许多 在那灵池的中央 竟是浮现出了一道人影出来 嗯 那灵池中央有人 灵晨的神色为差 透过那灵雾望去 却只见得在这灵池的正中央 盘坐着一名威风凛凛的男子 身体十分精壮 正是那第二关的排名冠军 最强势炼者之一 龙不眠 这龙不眠 竟是在这灵池之中泡澡 灵晨摇了摇头 略感失望 可惜了 晚来一步 此地竟已经被人给占据了 哦 然而在看清楚那灵池中央的人影时 一旁的鼠黄却是狂吐了起来 将刚才喝进去的池水吐了一大半出来 只可惜很多都已经喝进去了 想吐也吐不出来了 此时的鼠黄 连肠子都毁清了 谁能料到这灵池中竟有人在泡澡 如果是黄仙和睦谦那样的美女 他倒还能忍 谁曾想居然是龙不眠这种五大三粗的猛男 差点没让鼠黄连刚才吃进去的血黄果都给吐出来 难怪这池水里面有一股汗臭味 晦气 太晦气了 第3435章太古密洞 凌晨哭笑不得 他内心没有半点同情 这肥鼠吃了自己太贪的亏 不然也不会喝到这龙不眠的洗澡水 强忍发酵 凌晨继续向前走去 不要干扰他人造化 我们继续往前走 这龙不眠和凌晨并无仇怨 此时攻击对方 那是坏人根基 这种事情凌晨干不出来 何况是练时间十分宝贵 让自己尽快找到自身的悟道之所才是关键 如此珍贵的时间一定不要浪费掉 蜀黄本来还想将龙不眠揍一顿节解恨 但是在感知到龙不眠强横的气息后 蜀黄最终还是打消了念头 跟上了凌晨 没有贸然出手 此时 那凌池之中 龙不眠缓缓地睁开了眼睛 他眼神不善地瞥了凌晨和蜀黄一眼 闪过一丝冷锐之色 龙不眠望着凌晨一人一蜀离开的方向 冷冷道 算你事项 并未招惹于我 否则你的试炼之路到此结束 若凌晨和其身边这头肥鼠胆敢侵犯他 他将不介意送两人离开这做事恋场 让二人回城一趟 下次再来 只是对方并未动他 他也就懒得计较了 还是悟到最重要 阿弥陀佛 另一片山川深处 佛号如雷鸣一般 那里仿佛化为了一片佛土 各种佛光弥漫而出 淹没了整片山脉和谷地 是那位道演正在修行 几乎将一片灵山演化成了佛国 气象万千 天穷上有着古老的佛陀在念经 震动大地 这贼秃驴在做什么 楚黄一脸惊讶 他在开辟佛国 凌晨动容 那应该本就是一座神佛留下的道场 如今被此人所发现 开辟成了一方佛国 在此中修炼佛国 立可事半功倍 视线当中 一尊尊古老的佛陀 菩萨 罗汉 都围着那道演的身体 无数范文在虚空中传递 神秘而宏大 那座山裂开了 出现了一间佛寺 楚黄睁大了眼睛 前方那是一座唯额的巨山 出现了一道巨大的裂痕 一座古老的庙宇升腾而起 发出万丈光辉 普照十方 隐约间可见一座大佛须影盘坐在内 庙里的波动很强大 似乎真有一尊古佛 灵晨眯着眼睛 站在远方 没有离去 那一座庙将道演给吸了进去 精灰几乎化成了液体 将此地覆盖 而后赤裂的光衣闪 一切都消失了 所有的佛陀 菩萨 罗汉虚影 等等 全部都消失在了半空之中 没了踪影 这秃驴来头不小 早知道应该尽妙去看看 说不定能有奇遇 蜀黄一脸懊悔 那是别人的佛道 你又不修佛法 去凑什么热闹 凌晨摇了摇头 没有丝毫留恋 便转身离去 大致知道了这是怎样一个世界 天才地宝无尽 蕴含了无尽的机缘 凌晨总算是明白 为何这次试炼对众人而言意义重大 的确 这试炼之中 对于各大试炼者而言机缘甚大 甚至可以脱胎换骨 取得蜕变 这一路上 先后看到龙不眠和道演二人悟道 获得了天大好处 只怕将取得一波实力暴涨 就连凌晨都心动了 他也要寻找一处悟道之地 好生参悟才行 就在两人抵达一处险地时 前方却出现了一道人影 却正是那之前见过的穆千千 是你 凌晨的眉毛一条 认出了来人 十二区的王者 穆千千 十一区的王者 凌晨 穆千千的翘脸立刻变得凝重起来 本来凌晨并不在他的忌惮范围之内 但凌晨当着他的面 竟是将语文魔斩杀 这份实力 就连他都无法匹及 不必如此紧张 凌晨笑着摆了摆手 我无意与你为敌 只想在这古道场中 寻一个机缘罢了 听得这话 穆千千方才放松了一些警惕 向着凌晨点了点头 我也和你一样 在寻找属于我的道场 可有见到过什么特别的地方 凌晨出言询问 穆千千针了针手 道 有基础境地 非常危险 一般人不敢进入 尤其以一座太古密洞 最为恐怖 我才刚到洞口 便感觉手中兵器不听使唤 若深入其中 恐怕会有性命之忧 太古密洞 凌晨顿时来了兴趣 他最喜欢这种神秘的凶险之地 往往这种地方 才是机缘最大的地方 只不定能够一日千里 雾德大道 在哪里 能否带路 凌晨问道 你想去 穆千千神色亚异 没想到凌晨连详细都没问 便直接问地点在何处 此人果然和寻常人不太一样 离此不远 当真是一处境地 我见到有不少失恋者擅闯其中 全都粉身碎骨 更不要说深入了 那能否带我去看一看 凌晨丝毫没有迟疑 得到之地 即便凶险又如何 可以 目千千针了针手 我可以带你前去 不过我有个条件 你若是答应的话 我就带你去 什么条件 但说无法 凌晨笑了笑道 我带你去那密洞 但我要和你一起进去 咱们联手 一同探索那太古密洞 在出洞之前 咱们就是队友 如何 目千千道 你要和我一同进去 凌晨面色微微一差 这个目千千 实力倒也不错 看来对方也想进入那太古密洞中冒一冒险 但是自己一个人又不敢进 然而又没有可靠的帮手 只能找他了 不是说了那太古密洞凶险吗 带个雷坠进去 那可就更凶险了 鼠黄却表示一脸担忧 李区区一只肥鼠 居然敢说本小姐是雷坠 目千千瞪了鼠黄一眼 我看你这头肥鼠才是雷坠 长得这么肥 待会别进去被其他古兽钉上给吃了 一人一数 竟都是呲牙咧嘴了起来 在那里就差要打起来一般 没问题 就在这时候 凌晨发话了 我可以带你一起进去 不过 我可不能保证 在遇到凶险之时 能有时常把握保你之命 这太古密洞和其凶险 他自己都不一定能够自保 自然不能打包票 说能确保穆千千之命 第3436章原词神光 到时候凶险未知 他可不一定有功夫管得了穆千千 这个当然不用你 我自会保命 穆千千点了点头 消除凌晨心中的疑虑 他找凌晨搭火 只不过是为了找一位强力的伙伴而已 至于保命 他还真没指望凌晨 而且 真到了有危险的时候 他也不觉得凌晨能靠得住 毕竟他和凌晨 可算不得是什么熟人 那凡请带路吧 凌晨点了点头 跟我来吧 目千千转身向前走去 然而 三人离开不久 从附近的一座山峰背后 却走出来了数道人影 那其中为首之人 正是一名背负弓箭的男子 却是那一只丘 太古密洞 听起来似乎是个不错的地方 一只丘也正在寻求适合自己的道场 看着龙不眠和道严等人脱胎换骨 他十分眼热 眼下偷听到目千千和凌晨的对话 顿时心中一片火热 我们速速跟上去 不要跟丢了 一只丘的眼中陡然闪过一丝金光 而后便带着追随者快速跟了上去 凌晨三人所抵达的 是一处斑驳谷地 静悄悄的 没有谷药 也没有灵草 更无一头一手出没 死气沉沉 山脉深处 有一座高耸入云 数以万丈高的飓风 在山根处有一道道鲜光冲起 赫然是一口鼓洞 在山脉前 白色的骨粉积了很厚 让这里成为了一片名副其实的死亡绝地 可是洞中的鲜光却是这般吸引人 这便是那一座太古密洞之所在 木千千在门口停了下来 一双眉眸显得十分凝重 这密洞之中 有着一种奇怪的力量 许多人刚进入洞口 身体变化为了骨灰 尸骨无存 那就好好去探探 看看这究竟是何龙潭虎穴 凌晨没有横冲直撞 而是缓步进入了这太古密洞之中 以防徒遭不测之时 不至于完全没有反应的时间 吃吃吃 就在凌晨刚踏入这密洞周边之时 那密洞周边 却忽然出现了一道电磁光芒 向着凌晨暴射而来 凌晨眼瞳唯唯一缩 但他却并畏惧这电磁光 反而身体敞开 将这电磁光给纳入了身体当中和 刹那间 凌晨的身体便完全被这电磁光所笼罩 看起来神秘无比 机体晶莹近乎透明 当然这并非传统意义上的电磁 而是一种可怕的神光 足以灭杀任何生命 但凌晨的不朽神体却是个异类 承受了这电磁光的轰击 却并没有被轰为飞灰 而是承受住了此等冲击 身体毫发无损 后面的木芊芊看得出奇 凌晨果然非常寻常 竟以肉身抵抗这道电磁神光 这是何等霸气 但是 在凌晨身侧的鼠黄就没这么好运了 他的身体在被这电磁神光命中的刹那 全身毛发都被垫直了起来 嘴里发出鬼哭神嚎般的声音 不行 这鬼地方不能再进了 否则本黄定会死得连骨头都不剩下 鼠黄惊恐莫名 好不容易抗住两下 却几乎已是要了他半条命去了 这地方岂能久呆 坚持住 凌晨劝止了鼠黄 只需再坚持片刻 只要等身体熟悉了这电磁神光 此物的伤害只会越来越低 无需恐惧 这么短的时间内 凌晨就已经摸清楚了这电磁神光是个什么尿性 若就此放弃 那就太可惜了 凌晨说的没错 此光名为原磁神光 你们可有看到 那洞穴中的一块块石头 那便是原磁神石 太古其实 大量的原磁神石出现在了这洞中 形成了可怕的磁场 也不知道究竟是人为的 还是天地所生 穆千千同样在咬牙坚持 一群上出现了几个破洞 娇嫩的肌肤上血迹斑斑 她和凌晨抱着一样的心态 既然来了 那就得闯进去看看 半路上狼狈逃走算是怎么回事 只是这一段路程确实难熬 这洞穴也不知道究竟有多长 这洞内到处都是一缕缕璀璨的光芒 无穷无尽 凌晨的身体走在最前方 承受着原磁脆体的剧痛 体内的生机都要遭到泯灭 然而 凌晨手握一枚回生之道的道痕碎片 浓郁的回生之力 在凌晨的体内充斥 将它身上被撕裂出来的道道伤痕 以肉眼可见的速度重新愈合了起来 恢复如初 这一幕 看得木芊芊大感惊讶 凌晨的肉身十分奇特 不仅强度远胜于常人 就连恢复能力也觉非常人可比 挡在他们三人的最前面 竟然支撑这么久都没有倒下 也没有说要换人 有支撑不住的迹象 反之 凌晨正在利用这些原磁神光修炼 这些惊人的原磁神光 在一次次冲刷近凌晨 在造成破坏之后 从另一种角度讲 这也是一种洗礼 五日后 随着这一道道原磁神光的威力越来越强 凌晨的肉身强度也在提升着 它身上露出的伤痕当中 竟已是多出了一丝丝荧光 附着在了血肉之上 宛如电流一般 这原磁神光的力量 竟然被它的肉身给吸收了 穆千千吃惊不已 这五天时间 她眼睁睁地看着凌晨越变越强 对方这一具奇异的肉身 竟然能够吸收这原磁神光的力量 给凌晨的神体增加了一种特殊的属性 这几日下来 凌晨提升的不是一星半点 恐怕若有人这个时候攻击凌晨 她的这具肉身 恐怕便会释放出原磁神光出来 反伤来犯之敌 怎会如此可怕 穆千千一脸的不可思议 怎么也没想到 她和鼠黄在这里被垫得七荤八素的 而凌晨竟从这原磁神光之中得到了好处 让她羡慕不已 就连凌晨自己 心中都是惊喜莫名 她也并未料到身体会有如此变化 原磁神光之力 融入了她的不朽神体之中 这让不朽神体不单单具备防御功能 同时具备了反击的能力 让她的不朽神体变得更全能了 而且这原磁神光 可不是什么普通的公式 这种能量十分奇特 很少人见过 堪称是大地秘法一般的存在 极少人能够吃得消 第3437章悟道之地 如此一来 凌晨走在前面 根本就不需要再躲闪 反而那些原磁神光 成为了凌晨的补品 非但对凌晨构不成威胁 反而成了凌晨用来淬炼肉身 在凌晨的引路之下 原磁神光所笼罩的死亡之路 终于被凌晨三人给跨越而过 众人终于进入了这太古密洞的深处 迎面有着极为璀璨的仙光蒸腾 当神术修成 这座古洞对他们的危害 已经为乎其为 一股大道的气息迎面而来 若清风拂面一般 前方一片豁然开朗 元气澎湃 仙光四射 各种光芒闪耀 俨然是一座太古道场 精气汹涌 神词飞舞 原词神光聚了一层又一层 仿佛一座高台一般 这内里果然别有乾坤 是一座太古时代的道场所在 比起外面的那些大道之地 其强不弱 穆千千同样两眼发直 她的目光落在了那其中一座 神词高台之上 旋即一步跨出 便登上了道台 这小妞速度倒挺快 楚皇心中泛起了嘀咕 她没有去寻什么道台 而是直接伸入了这仙洞深处 旋即两眼发亮 在这仙洞深处 她俨然是发现了一条仙藤 这仙藤之上 长着密密麻麻的果实 此乃原词神果 乃是此地的原词神光所宁 珍贵无比 楚皇顿时双眼发亮 没有任何的犹豫 便扑上了前去 将一枚果实给啃住 直接吞进了肚子里 吃吃吃吃 顿时间 电流涌动 变得鼠皇浑身上下毛发倒树 焦黑一片 险些被烤焦 但是 鼠皇最终还是消化了这股力量 不过他不敢再贸然吞噬果实 只能等消化完原词神光之后 才敢吞噬下一枚果实 凌晨只是一笑置之 便抬不继续向这仙洞深处走去 很快 凌晨便看到了一道奇景 原词神光的能量和其棒驳 都聚在一处 仿佛是一座金币辉煌的宫殿一般 这座宫殿全部是由原词神石所构成的 从那其中 一股摧天裂地的波动弥漫而出 仿佛世界末日降临 这座原词神光和其恐怖 恐怕进入其中的人必死无疑 恐会粉身碎骨 但凌晨宜然不惧 只是稍作停留后 便踏足了这座原词神光之中 昂首走了进去 吃吃吃 就在凌晨踏足这座原词神光的刹那 那等可怕的原词神光 便狠狠地洒落在了他的身体之上 将凌晨的身体给笼罩在了在内 啊 如潮水般的原词神光临身 凌晨的面旁瞬间就变得扭曲了起来 无法形容的灼烧剧痛从身体的每一处蔓延了开来 那种剧痛 差点直接让凌晨昏厥了过去 不过好在他意志坚定 并未被剧痛淹没理智 当即急忙催动不朽神体 顿时一股不朽的古铜色光芒 从其体内席卷了开来 充斥着每一寸血肉 抵御着那霸道的原词神光灼烧 在其身体表面 古铜色光芒涌动 一头头小龙在其身体表面游动了起来 不断地吸收着那些原词神光 保护着凌晨的肉身 即便是有着这重重守护 但是这等恐怖的原词神光 凌晨根本不可能做到毫发无伤 他身躯表面的皮肤也是很快地被灼烧了开来 甚至连血肉都是凸显了出来 远远看去 凌晨的身体皮开肉绽 那番模样 仿佛是在承受酷刑一般 但凌晨很清楚 这种酷刑般的折磨杀不死他 只要能够承受下来 最后他的不朽神体 恐怕取得的提升将不是一星半点 而且 凌晨冥冥之中能够感受到 这原词神光的摧残并不是盲目的 在这背后 似乎蕴含着一条大道 必须要在承受住这原词神光的考验后 方才会显化出来 隐藏在这原词神光背后的道 我倒要看看究竟为何 凌晨的眼中浮现出了一丝热切 他有预感 这必是一种绝世大道 隐藏如此之身 被他触及到 岂能放过 若能得到这原词神光背后之道 相信实力必能取得大突破 七日后 穆千千从那一座神词轨台之上 缓缓走下 结束了修炼 从这座神词轨台中 他得到了不小的好处 如今他体内的神力之中 已经修炼出一丝丝的原词神力 让他的每一朝每一事都会得到强化 这让穆千千十分满意 在他结束修炼之时 正好看到蜀黄正在这仙洞中寻觅灵果 百无聊赖 匪蜀 你家主人呢 穆千千扫望四周 却并未见到凌晨的踪影 不由问道 什么我家主人 你是不是搞错了 那小子才是本黄的仆人 蜀黄怒道 那好吧 你的仆人呢 穆千千无奈 只能改口问道 竟里面去了 似乎也和你一样 得到了不小的机缘 蜀黄叹了一口气 你们这人族的试炼常有问题 个个都有机缘 唯独没有找到本黄的机缘在何处 穆千千没有理会蜀黄 正欲进入这仙洞深处一探 就在此时 这仙洞的周边 却忽然传来了一阵剧烈的骚动 有人来了 穆千千的脸色微微一变 有人竟然也发现了这座太古密洞的存在 而且竟是闯进了那原瓷神光阵之中 看架势竟是快闯了进来 阻止他们 凌晨还尚在悟道之中 不可被人打扰 蜀黄刚才还一副屌儿郎当的模样 现在却立刻神色凝重了起来 紧要关头 可丝毫马虎不得 他话音才刚刚落下 只见得从那大作的原瓷神光之中 数道人引爆略而出 那为首之人 不是别人 却正是那一支秋 此时的一支秋 看上去颇为狼狈 身上破破烂烂 显然闯过那周边的重重凶险抵达此处 并非一世 是你 穆千千的美眸唯唯一缩 此人可是前三驱的王者 实力非同凡响 面对上此人 他还是有不小压力的 速速滚开 这里没你的事了 一支秋根本没将穆千千放在眼里 冷漠地看了他一眼 便欲继续向这座密洞深处闯去 第3438章闯入者 站住 此处是我们发现的地方 岂容你等擅闯 穆千千呵斥道 若任由这一支秋等人横冲直撞 恐怕很快就会闯入凌晨所修炼的道场 干扰到后者的修炼 虽说他和凌晨不熟 但如今既然成为了队友 自然要尽到做队友的义务 穆千千 你胆子变肥了啊 一支秋的身侧 一名是恋者嘲讽道 凭你一个十二驱的王者 也敢阻拦一支秋公子 自不量力 难道你以为自己能抵挡一支秋公子 速速让开吧 不然连你一并抹杀 另一人说道 然而穆千千却并不动摇 他的目光落在了一支秋的身上 一支秋 你好歹也是此次是恋中顶级的天骄 一驱之王者 应当知晓坏他人机缘的事情 有多卑劣 呵呵 若真是属于你等的机缘 怎会轻易被他人夺走 一支秋冷笑着摇了摇头 这座太古仙洞既然将我放进来了 那就说明这仙洞觉得我才是大机缘之人 这仙洞中的一切都将由我接收 穆千千 我放你一马就已经很不错了 你可不要太贪心了 否则我不介意落手催花 他已经可以确定 凌晨肯定就在这这仙洞的身处当中 正处于悟道状态 这让更加有恃无恐 正好进去可以干扰凌晨 并将后者灭杀 夺取仙洞之秘 穆千千美眸唯唯一臣 抱歉 恕难从命 插了他 一支秋嘴角露出了一丝轻蔑的冷笑 没有丝毫的犹豫 便指向了穆千千 刹那间 身旁的几人顿时启动 各种秘宝闪烁 照耀神灰 穆千千身为十二区的王者 自然也不会是泛泛之辈 面临招数人围攻 他丝毫不慌 便和一支秋这几位追随者 占到了一处 但一支秋本人 却并没有对穆千千出手 他直接冲向了那仙洞深处 奔临城去了 然而 奇料半路却杀出了鼠皇 拦截住了这一支秋 一匹坐骑也敢拦我 找死 一支秋眼神激凤 只是扫了鼠皇一眼 便张弓搭剑 搜得一剑射了出去 毫无悬念 鼠皇那肥瘦的身体 便被这一剑命中 身体直接被射飞了出去 生死不知 一支秋看都没有多看 中了他一剑 就算是一位绝带天骄都要允命 更何况是一头坐骑 然而 就在这一支秋正要闯进 仙洞深处的时候 一道骂骂咧咧的声音 却是突兀地传了过来 你才是坐骑 你全家都是坐骑 一支秋的脚步骤然停住 豁然偏过头望了过去 正好见到鼠皇正从地上晃晃悠悠悠地爬了起来 看上去竟是毫发无损 什么 一支秋的脸上陡然浮现出一抹难以置信的神色 这头肥鼠挨了他一剑 没有被射杀就算了 居然看起来连一点事都没有 这怎么可能 这头肥鼠是何来厉 一头坐骑竟然也敢嚣张 一支秋的眼神陡然一尘 他堂堂三驱亡者 是恋者中的最强几人之一 怎么可能会被一头坐骑给拦住 只见得他陡然拉弓 竟是一次性上了九根箭矢 每一根箭矢都合其锋利 燃烧着熊熊火焰 悉数对准了鼠皇 见这一支秋直接弄出了九道箭矢 欲九剑齐发 对他出手 就连鼠皇都喝了一跳 虽说刚才那一剑 并未对他造成太过致命的伤害 但是依旧给他造成了不小的创伤 只是此番没有显现出来而已 若是这一支秋九剑齐发 他可吃不消 秋正在鼠皇心惊肉跳之时 那一支秋却已是将九道箭矢 全部都射了出来 这九道箭矢破空而出 附带上熊熊的火焰 完全将鼠皇的身躯 给笼罩在内 嗖 突然 一道恐怖的声响传来 一片原词神光蒸腾 鼓动深处剧烈震动 紧接着犹如山红海啸般的狂掏怒冲而出 一道人影 踏着璀璨的光芒 冲破了原词神光 如战神一般地冲了出来 这座仙洞的深处 那里宛如火山血海 茫茫一片 带着滔天的神艳 马踏长空 声势极其浩大 这道人影的身体 在出现的刹那 竟是直接挡在了鼠皇的身前 欲以肉身抗衡那一只丘的九道箭矢 找死 将这一幕看在眼里 一只丘的眼神陡然一沉 此人当真是不要命了 妄图以肉身抗衡他的神剑 简直是不知死活 扑扑扑扑 犹如连珠炮般的声音响彻而起 那九道箭矢 悉数命中了这道电磁弥漫的身体 只是一煞之间 便似是将那一道人影给射成了刺猬 对于这个结果 一只秋早有预料 就算是龙不眠和黄仙这二人 也不敢用肉身抗衡他的语剑 眼前这凌晨算是什么东西 胆敢用肉身来硬抗他的语剑 这是自寻死路 然而下一刻 令人惊异的一幕却发生了 凌晨身上的九道语剑 竟是一道连着一道 从凌晨的身上脱落了下来 掉在了地上 并未伤及凌晨分毫 怎么可能 一只秋的一双眼睛几乎瞪了出来 这小子竟然真用肉身抗住了九只神剑 这是什么变态的肉体 一只秋 原来是你在此搅乱 想做什么 凌晨淡淡地望着面前的一只秋 不会是想来掠夺我的机缘吧 可惜 不属于你的东西 你再积极也没用 一只秋文言 脸色不由难看了起来 视线当中 凌晨的身上电磁光芒四射 神灰绽放 显然是肉身极为强大 得到了不小的机缘 可恶 晚来一步 竟让你这数子得了天大机缘 一只秋心中怒不可遏 这机缘本该是属于他的 若他早来一步 便可急杀凌晨 将此番机缘抢夺过来 可却没想到还是晚来了一步 结果错失了如此天大机缘 让凌晨得了这么大的好处 呵呵 你可真够厚颜无耻的 这仙洞内的机缘与你何干 出的好像是属于你的东西一样 目谦谦冷冷一笑 深深地觉得这一只秋不要脸 第3439章腰斩 就是一个偷鸡摸狗的鼠背而已 鼠黄摇了摇头 想要趁虚而入 中断他人悟道 此等卑劣小人 应该直接剥夺试炼资格 清理出事炼场 凌晨 不如你代为执法 清理吊词等垃圾 为其他事炼者造福 听得鼠黄这般比一只眼 一只秋的脸色 也是以肉眼可见的速度 长成为猪肝色 被一头坐骑这般树落 一只秋如何能忍 你们三人触怒了我 今天就止步在这里吧 一只秋眼中闪过一抹森然 他身为绝顶天骄 早已习惯断人生死 如今这肥鼠竟敢对他这般不敬 如何能够饶恕 凌晨无奈 瞪了鼠黄一眼 这或是唯恐天下不乱 这一只秋可不是什么泛泛之辈 非是迫不得已 凌晨不想和此人战斗 但如今看来 这一战却不可避免了 只见得那一只秋取出了一只不知用何神才打造的羽剑 开始连续射击 一个呼吸之间 就射出了十八剑 分别袭向了凌晨 木千千和鼠黄三人 到我身后 凌晨眼神闭逆 竟是不退反境 向前走去 让木千千和鼠黄皆感到十分诧异 不过他们并未多想 便直接来到了凌晨的身后 让凌晨为他们遮风挡雨 凌晨既然敢这么说 那就必然有其底气 不是死鸭子嘴硬 十八道雨剑 纷纷射向了凌晨 但是就在即将命中后者身体之前 从凌晨的身上 陡然绽放出了一道道 原磁神光形成的光环 封住了前方的虚空 那一道道雨剑射在了光环之上 还尚未解除到凌晨的身体 就被集成了粉碎 伤不到凌晨一根汗毛 你融合了原磁神光 一支秋倒吸了一口冷气 这原磁神光的利害他很清楚 此物可以灭杀任何生灵 无法相容 寻常是恋者若遭原磁神光攻击 很可能会形神俱灭 然而凌晨这小子 居然将这原磁神光彻底融入了体内 将其变成了自身的一种特殊手段 一支秋身旁的人变色 有人张头吐出了一枚金钟 有的眉心内飞出一把石欲剑 都是罕见的密器 威力绝伦 一起向前打来 此地 云霞冲天 能量乱流惊天动地 分外地恐怖 然而 凌晨单手一画 神光四射 催枯拉朽 所有的武器和法宝皆破碎开来 画为了尘埃 凌晨掌握着原磁神光 从体内可释放神光杀敌 对于这种武器和法宝杀伤力尤其强 瞬间可将其画为积粉 此人棘手 一支秋的身侧 那几名试炼者皆是面色一变 立即抽身暴退 不敢再和凌晨敌对 而就在那几人震惊之时 凌晨的眼中却陡然闪过一丝灵力 从身体的七楚翘血之中 分别射出了一道毁灭光束 命中了那数道人影 那几名暴退之人身体当场瓦解 化为了一团血雾 混账 赶斩我随从 我今日定要灭你 一支秋大吼 他将自身神力催动到极限 一瞬之间 他手中的宝宫光芒大赤 无尽的神芒涌动而出 只见得一颗犹如太阳一般的光团 迸射而出 在半空中陡然炸开 化为无数光点 每一道光点 都迅速凝聚成了一柄剑形 密密麻麻 如同降下了暴雨 笼罩向了凌晨 然而 凌晨本人却犹如一尊金刚一般 横冲进了这剑雨之中 一道道剑光射在了凌晨身上 犹如烟花一般绽放了开来 即便是爆炸开来 也无法撕裂凌晨的肉身 凌晨的身体 在剑雨之中横冲直撞 神光四溢 凌晨在激烈冲撞之际 也在迅速递逼近一支秋的身体 一支秋脸色一变 他从腰间抽出了一柄短剑 展向了凌晨 每一次挥动都发出风雷之音 远处的山脉接连崩碎 杀到眼睛都红了 他很强 确实是少见的一个高手 在这世练场的天交中排名靠前 胜过了诸多雄结 然而遇上了凌晨 终究只能隐恨 然而即便如此 一支秋也无法阻拦凌晨的脚步 依旧被凌晨所近身 势不可挡 想不到凌晨变得如此强横 一支秋根本挡不住 木谦谦翘脸上充满惊讶 他怎么也没料到 凌晨在这密动中经历一番修炼之后 竟会取得如此脱胎换骨的进步 实力如此大增 一支秋在凌晨的面前 远不是那么强大了 根本无法挡住凌晨前进的脚步 这七日修炼 凌晨不仅将原词神光修炼成功 后者的修为 似乎也已是在这不知不觉之中 晋升了神王五重天境界 一支秋身上的静气一剑接着一剑的炸开 这是他的保命法器 足以抵御住准地的攻势 但却挡不住凌晨 在如此强势的凌晨面前 一支秋终于支撑不住了 他的内心也开始慌了起来 凌晨 算了 这次是我误闯先动 今日到此为止 我现在就退出 一支秋的眼神一阵剧烈闪烁 旋即立声喝道 退出 凌晨摇了摇头 晚了 出吧 他的天剑已经斩制 势如破竹一般 将一支秋的身体腰斩成了两截 该死 你不要逼人太甚 一支秋遭到了腰斩 心中泛起了浓浓的危机感 他连忙催动起了一枚道痕碎片 将这一枚道痕碎片打向了凌晨 道痕碎片飞射而出 竟是化为了数十道幻影 这些幻影 和一支秋长得一模一样 迎上追击而来的凌晨 凌晨将幻影悉数斩灭 随即手掌向前一伸 隔空一吸 便将那一枚道痕碎片给吸进了手中 这是一支秋所留下的道痕碎片 但一支秋本人却失去了踪影 竟是借助这枚道痕碎片 所制造出来的幻影 逃出了这座太古密洞 竟然被这一支秋给跑了 凌晨的眼中浮现出了一丝万喜的神色 这一支秋的身上可不止一枚道痕碎片 若是能够将其斩为淘汰 那么对方身上的道痕碎片便都是他的了 打像现在这样 只是收获了一枚道痕碎片而已 一支秋遭此重创 想必再也不敢出现在你面前了 目千千一脸的感慨 谁能料想 不可一时的一支秋今日在这密动中遭遇大败 连身体都被腰窄 简直不要太惨 第3440章一族入侵 就由自取而已 凌晨摇了摇头 眼中泛起了些许冷意 只是今日没能斩了此人 留着终究会是麻烦 不过今日此人遭他腰窄 又被夺了道痕碎片 想来应该会老实许多 凌晨只是贴了一眼手中的道痕碎片 便将其收了起来 虽说这种幻术之道的道痕碎片 对他而言作用不大 但道痕碎片收集在手里 凌晨觉得必有大用 这个时候 一只秋已经逃出了密动 费了千辛万苦 可总算逃出了密动 但是 他的身体却已是一片焦黑 千疮百孔 仿佛被雷劈了一般 火生生地像极了一个乞丐 该死 一只秋眼神阴沉地回望了一眼太古密动 旋即深吸了一口气 胸中怒气难平 他本以为能够进这太古密动之中 得到天大的好处 却怎么也没想到 一点皮好处没得到 还差点连小命都搭在这里了 险些就被凌晨斩杀 丧失了试炼资格 凌晨 我一只秋同你不共戴天 一只秋怒不可恶 此仇不报 他是不为人 只不过凌晨的实力已经非昔比 想要报仇绝不可盲目 否则恐怕非但报不了仇 还会惨遭凌晨的再度羞辱 白白失掉试炼资格 咦 这不是猎虎心域的一只秋吗 堂堂三驱王者 怎会如此狼狈 此时 在这太古密动之外 又出现了两道人影 却是两名试炼者 他们皆为一方添交 无意中闯到此地 正好看到了从密动中逃窜而出 灰头土脸的一只秋 真是一只秋吗 这灰不溜秋的 我还以为看到了一条赖皮狗呢 另一名试炼者失笑道 找死 一只秋本就在气头上 听闻这般嘲讽 两眼中顿时杀意喷射 他只是手掌一挥 两道光剑便陡然飙射了出去 将那两名试炼者给轰成了血雾 凌晨 你很快就会付出代价 一只秋眼中闪过浓浓的恨意 这才闪身消失在了这密动之前 此时 在那试炼古星的周边 一道道黑影 各种穿越虚空的法器 科技产物出现 他们的面前 就是进行第三观试炼的古星 这些黑影 形态各异 有始魔族 有死族 有鬼族 也有智蟹族 心灵族等种族 但无一例外都是一族 没有人族 然而这个时候 这些异族却合在一起 各种手段都被动用了出来 竟是将这座试炼古星的屏障 给生生地撕裂出了一道口子 这里便是人族的试炼地了 我们各大异族的囚徒都被关押于此地 而且 人族从各大新域来的天骄 都会聚集于此 参加试炼 为首的 是一尊身穿赤色甲照的修罗 此人来自于地府 乃是一尊修罗族的准地 人族抓捕我各族强者 将其流放在这试炼心之中 任由这些人族小辈欺武 残杀 实在是可恨至极 一位死族地府强者冷冷道 今日我们必要将他们救出 同时将人族的试炼小子悉数斩灭 可是 据说那些试炼小子的身上 都有天庭的印记 最多只会被传回人族试炼古城之中 不会生死 这个我当然知道 赤甲修罗点了点头 既然这印记可以救那些小子的命 那我们只需要让印记不生效不就行了 如何能够不生效 一众异族大能皆是双眼发亮 来了精神 若能让印记不生效 那那些人族小子 岂不是必死无疑 本座发现 在这试炼心上有一座古老的能量塔 这座能量塔控制着所有试炼印记的力量 如果我们事先将能量塔毁掉的话 那印记自然就不生效了 赤甲修罗咧嘴笑道 眼中陡然涌上了一抹森然 我们只需要分出几人前往 毁掉那一座能量塔 那些人族的试炼小子 自然就没有了保命符 到时候死在试炼场中 那可就不是假死了 而是真死 尿 一众一族大能皆是眼睛一亮 脸上露出了笑容 这些人族的年轻式恋者 都是人族各大心域的精华 今日我等就将其悉数斩杀于此 让天庭和人族好好地肉腾一番 出话之人 口音机械 却是一位心灵族的强者 眼中浮现出了一抹阴狠之色 嘿嘿 想来这些个人族小子 做梦也没有想到 我等会出现在此处吧 一位光明族准地大笑 眼神很辣 今日他们来到这里的 都是准地强者 实力强横 虽然没有大地前来 但扫荡这试炼场内的人族试炼者 却是绰绰有余了 走吧 分头行动 赤甲修罗挥了挥手 旋即便带领着这一众异族大能 杀进了试炼场中 而几乎在此同时 一战古城之中 警钟声忽然响起 惊动了街银史和城中的将士 不好 有人入侵了第三关的试炼古星 街银史的脸色微微一变 什么人会擅闯试炼古星 对他有何好处 难道是一族 古城将军面色难看到 试炼古星乃人族重地 很少会发生有入侵事件 这次出手的人必然是蓄谋已久 而且人数不少 否则不足以破开试炼星周边的屏障 试炼星中 怕是出现了一族的间隙 将大批一族给放了进来 否则不至于会如此 街银史眼神为宁 做出了判断 速速告知所有试炼者 一族入侵试炼星 让他们以保命为主 是 这名人族将军立即拱手应命 立刻召集城中所有强者 随我进入第三关 是炼古星 街银史的目光威威闪烁 一族首要去的地方 必然是能量塔 我们立刻赶去 能量塔虽有准逼强者把守 但这次一族入侵早有预谋 来势汹汹 恐怕那点防卫力量守不住 这个时候 凌晨 蜀黄和睦千千三人 刚走出太古密洞 便接到了一族入侵的警报 一族居然侵入了试炼场 怎会发生这种事情 目千千一脸的乐然 似乎几千年没有发生过这种事情了 而现在刚好却被他们这些人撞上 这运气未免而已太差了点吧